贫穷女孩刚出生就被亲生母亲扔到孤儿院 孤苦伶仃的生活六年后才被富豪夫人领养回家 女孩瞬间逆袭成富家千金 在外人眼中 她是傲娇自信的小公主 整个电视台都是局长养母的天下 依林作为掌上明珠里所应当的享受着荣华富贵 可在家时 她却成为讨好养母的卑微小跟班 只要养母说东她就不敢说西 原来这已经是依林被领养的第二次了 三岁时被第一任养父母领养后 因为对方生了女儿 不到半年就又被扔回孤儿院 所以依林每天都担心再次被一起 因为她知道自己只是替代品 养母的亲生女儿在六岁时被大哥不小心弄丢 所以才把长得相似的自己带回来当替代品 大哥是到如今依然会时不时哭诉都怪自己把亲妹妹弄丢 而大嫂也因为知道领养的身世 一直不尊重小姑 大嫂嫁进来三年经常被后嚼舌根 依林忍无可忍 原本还想让母亲帮忙打抱不平 但是养母也只是表面训斥一下就不当回事了 就因为卑微的身世 依林性格十分扭曲 她特别爱撒谎 会故意接受节目访谈 努力想表现出母女之间的亲密感情 还会和主持人谎称母亲怀自己始作的太梦式桃子 得知养女撒谎 希母也没有反驳 应该说是不在乎 她也只是把依林当成替代品而已 依林当然知道自己在养母心中可有可恶的地位 所以她特别迫切想嫁人 重新组成完美的家庭 这个富二代是依林大学认识的学长 还是韩国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会长的独生子 维人善良耿直十分符合依林的要求 俩人认识多年亲密无介一直在暧昧 依林甚至还会亲自跑到未来婆婆家讨好 然而婆婆却十分反感 因为她和养母是老朋友 知道依林的领养身世 她绝对不允许这样的女人成为儿媳妇 但因为爷爷十分疼爱依林 婆婆也不敢太表现不满 依林为了改变命运十分努力 然而她却没想到养母的亲生女儿出现了 真正的富家千金当年被大哥弄丢后 但良的养父以为她是被遗弃的孤儿就带回家收养 上面还有大姐二姐 三姐妹的感情十分好 所以是因性格开朗恶观一点都不自卑 只有家中傲娇的奶奶偶尔会排挤她 认为是她出现才让原本富有的家庭 变得贫穷又落魄 是因即使被排挤 依然送上生日礼物 奶奶下一秒就又开心了 她上次看中的粉色雨伞 只有是因店记着 突然就后悔冲动说的话 大家知道奶奶很傲娇 所以只能惯着 大姐和二姐也会安慰小妹受伤的心 这点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 大姐作为电视台的编导 知道小妹梦想是做记者 特地找关系走后 没让她成为外景记者 是因也很珍惜机会 为了吸引注意 甚至不牺牲吞张雨 没想到碰巧让是因和富二代相遇了 就在是因准备工作时 意外碰到二姐夫 看到原本该在出差的人在和女人吃饭 耿直的是因立刻就为二姐打抱不平 她撕烂裙子直接追上去 还让富二代在后面拍下证据 就因为这件事 让富二代对这个单纯不做作的女人产生了兴趣 看着素材中是因采访时的画面 伊林丝毫不知道情敌即将来临 还忍不住佩服她为采访豁出去的勇气 伊林在外人眼中就是小公主 然而危险去四面来袭 没想到同在孤儿院的青梅竹马 居然已进了电视台 竹马一直暗恋伊林 为了她才来当鞭倒的 然而竹马的出现对伊林来说 确实晴天霹雳 毕竟在公司没有人知道她领养的身世 为了隐瞒下来 伊林立刻就想用钱买通竹马 原来竹马并不是危险 就在伊林放下悬着的心事 没想到她的亲生母亲也出现了 很多的生物是青色眼院 多年来都是用身体赚钱 因为不珍惜身体得了肝硬化 只剩三个月 急需亲人捐肝续命 她这时候才想起被自己遗弃的女儿 竟然立刻就想要找回亲女儿捐肝 这个狠毒的母亲 27年前抛弃刚出生的女儿 如今因为肝硬化需要亲人捐肝 这才想把亲女儿找回来 为了活命 圣母立刻就跑到曾经遗弃女儿的孤儿院 过意以生命仅剩三个月道德绑架 对方说出养母的下落 员工虽然调查到了 但却不肯告诉她 一位见面要得到养母和女孩的同意才可以 当富豪养母接到领养机构的询问时 瞬间愣住了 一位养女就在旁边 她赶紧以有事要忙就挂断了 毕竟伊林到现在都没有要找亲妈的想法 她也不敢轻举妄动说出了 可没一会儿对方就又打来催出电话 杨母听到对方说话那么暴躁 更加觉得不安 再加上自己和养女是公众人物 经常出镜电视节目 她只能叫大儿子 偷偷联系调查一下对方的底细 绝对不能告诉妹妹和大嘴巴的儿媳妇 大哥答应了 就在她好不容易见到养妹妹的亲生母亲时 却愣住了 这个张美花是超级出名的青色演员 在韩国几乎任何一个男人 都看过她出演的特殊影片 大哥吓到跑回家 赶紧向母亲报备对方的身份 得知生母是那种可怕的女人 养母更加发誓坚决不让养女知道真相 她想要隐瞒下来 可又忍不住有点愧疚 毕竟自己也想和失散多年的亲女儿相认 因为生母的出现 让养母更加想找回亲女儿 可她做梦都没想到 亲女儿就是来电视台兼职记者的诗音 原本依林对视音并没有什么感觉 可她居然能坦坦荡荡地说出 自己是领养的身世 这让依林很是反感 诗音这番话让依林瞬间讨厌了 毕竟她就是费尽心思想隐瞒领养的秘密 两个女人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就在节目开拍时 没想到俩人的衣服竟然壮色了 为了节目美观必须要有人换衣服 作为小公主的依林当然命令她换下 然而视音却也不甘屈服 这件裙子是养夫特地挑选 一家人都坐在电视前期待她第一次登上荧幕 视音根本不肯换 俩人将持不下引起局长夫人的注意 我看着就把包装衣服给我 可不可以带上去 我带上去包装衣服 我真的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带上荧幕的 可不可以带上荧幕的 请问我今天 我今天要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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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特别买的衣服 你什么叫 我叫什么 我叫 杨母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节目 一个小记者怎么能抢主持人的风头 更何况还是新来的小辈 世音被骂到只能妥协 杨母怎么也没想到心心念念想找到的女儿 居然以这种方式相见了 世音虽然挨骂了 可等到直播开始后立刻恢复笑容 一大串的即兴演说让幕后的导演都佩服 富二代更加满眼发光 她就喜欢世音灿烂的笑容 作家大姐也忍不住兴奋 毕竟小妹走后门进来 她还害怕被人议论 但幸亏小妹十分争气 可是英的表现却让一龄更加感到不爽 她不喜欢被人抢风头 在部门聚餐时 富二代还一直找世音说话 一龄更加不爽 富二代可是她找好的结婚对象 看着对方的心突然不在自己身上 一龄的危机感来临 她立刻就去富二代的家讨好爷爷 毕竟爷爷十分喜欢她 可富二代却只是把一龄当妹妹 一龄只能敢怒不敢言 只要富二代跟着世音去拍摄 自己也会跟着去 绝不让俩人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看到世音没有分寸的给富二代和竹马为东西 更加唾弃她这种行为 儿子十一龄的圣武因为见不到女儿 又各种打电话纠缠大哥 圣武十分无诺 只好让儿子带她去做亲子鉴定嫌 担心对方是骗钱的 没想到大哥因为一时说漏嘴 居然让老婆知道这件事 大嫂是出了名的大嘴巴 说好隐瞒 结果一转身就去暗示 小姑有没有找亲妈的想法 还没说出口就被养母阻止了 大嫂瞬间害怕 又免不了被婆婆一顿训斥 回到房间立刻委屈巴巴 认为小姑的存在 让自己在婆婆面前抬不起头 认定冷酷的一龄就是那种演员的女儿 还指望到时候让小姑搬出去 自己就能为所欲为 鉴定结果出来了 一龄当然是张美花的亲女儿 养母很头疼 她还是不想让一龄知道 警告大哥大嫂都闭上嘴巴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圣母居然直接找上门了 她当然知道对方不肯交出女儿 所以在白天时早就偷偷拍下大哥的身份证 看到对方亲自找上门 大哥瞬间吓到不行 贫穷的亲生母亲找上临养女儿的富豪家 竟然想强行把当年遗弃的女儿带走 富豪养母吓到不行 为了不让女儿撞见拍那种片子的生母 赶紧跑下楼栏住即将回来的一龄 养母难得主动约会 一龄十分开心 然而下一秒却愣住了 一龄的话让杨母更加不敢让她和亲妈相见了 而在家的生母却嚣张到不行 她知道对方不肯交出女儿 直接打电话要接受寻找女儿的节目 威胁杨母明天还不联系自己就去参加节目 大哥只好如实向母亲报备 对方都知道家里的地址了 杨母考虑许久只能答应 她把生母约在隐秘的地方相见 当看到电视台局长竟然就是女儿的杨母时 生母瞬间愣住了 她当然也在电视上见过一龄 做梦都没想到那么漂亮自信的主持人 竟是自己的女儿 狡猾的生母立刻就道德绑架对方 委屈的说因为扎老公不管不顾 她为了赚钱才把女儿放在孤儿院 想着赚大钱就带回来 如今因为癌症只剩三个月 所以只希望能见一面就好 其实生母是为了想要一龄娟刚才出现 可杨母却被谎言打动了 毕竟她也是分店记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女儿 还答应后天让她以粉丝身份见女儿一面 没想到生母居然还趁火打结 杨母虽然愣了一下 但还是给了她三百万 住着对方租给自己的高级酒店 生母看着电视上的女儿忍不住笑出声 佩服自己生了这么漂亮的摇钱树 她拿着三百万立刻就去大采购一番 看到局长和女儿的海报 还炫耀的和店员说一龄长得像自己 为了给女儿留个好印象 生母买了海带在酒店亲自下厨 虽然说见女儿有阴谋 但内心还是有些小激动 好不容易等到见面的日子 因为是以粉丝见面为由 一龄表现得很客气 可看到粉丝送给自己海带汤和朴实的饭菜 一龄有些惊讶 但也只是尝一口就吃店里的食物了 还主动给养母加菜 这让生母感到很是扎心 而养母也有些难受 感觉不应该阻止母女相认 没想到就在吃完饭后 一龄居然意外听到别人议论生母的身份 得知对方是拍那种片子的三流演员 一龄很是嫌弃 还难问母亲怎么带这种人来见面 看到养母生气 一龄立刻不停地道歉 一龄立刻不停地道歉 她最怕的就是让母亲失望 一龄只是刚离开电视台没一会儿 没想到公司的士英居然和富二代跟主马玩的不亦乐乎 这让一龄瞬间生气 很讨厌士英这种看起来单纯却抢自己男人的做法 她知道对方并不是擅长 为了拿捏住士英 一龄故意放下前辈的身段 道歉之前在节目时不可换衣服的行为 还想俩人当好朋友 士英傻傻答应了 一龄立刻说出自己对富二代的感情 自己也告白很多次 俩人暧昧着 暗示对方不要抢男人 士英有些纠结 为了避嫌只好和富二代保持着距离 但看着愚愚寡欢的她 富二代特地叫出她的小名把她逗笑 俩人内心相互暗恋着 士英立刻就把一龄的花抛至脑后 而此时的圣武因病痛到不行 她当然不甘愿就这样死掉 立刻就打电话求助大哥帮忙送到医院 故意让她看到自己痛苦的模样 这让大哥又忍不住心疼了 认为应该让一龄给生母送中才对 不能让对方可怜地死去 可养母却还是不肯答应 她当然知道一龄不愿意 还让儿子别再跟对方见面了 只好自己去医院看看 还希望她以后不要再纠缠自己的家人 可生母当然不肯轻易罢休 她立刻抓住对方的手 可怜地死去 女孩刚出生就被亲妈抛弃 如今亲妈竟然强行要让素未磨面的女儿给自己捐干续命 作为养母当然是死反对 更加发誓绝对不会让女儿和她相认 可养母小瞧了对方的狠毒 亲妈一哭二闹三上调 立刻就要跑到电视台 要举报鼎鼎大名的局长抢走她的女儿 养母气到直接给她一巴掌 眼见来硬得不行 狡猾的亲妈又顾一下归道德绑架 心软的养母又被狡猾的亲妈骗了 对方一次又一次再是探她的底线 只要见到女儿 当然也会道德绑架女儿捐干 可亲妈并不知道亲女儿也继承她狠毒的性格 最近大哥大嫂经常大半夜出去 还和养母仿佛有事隐瞒 依林当然感觉到异常了 她偷听到母亲和大哥说出张美花这个名字 又莫名其妙说什么亲生母亲 这让依林更加起心了 回想起母亲莫名其妙带自己去见拍那种片子的奇怪粉丝 她的第六感察觉不对劲 立刻让同在孤儿院的青梅竹马帮忙 想让她调查一下最近有没有人去孤儿院找过自己 竹马虽然觉得莫名其妙 但因为喜欢她也只能照做了 很快竹马就调查到张美花来过 她所谓男人当然也看过她的片子 竹马立刻就害怕了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依林 可竹马向来不会撒谎 依林早就从她眼神中知道真相了 伊林虽然早已预料 但还是让她感到晴天霹靂了 双手抖到不行 躲在草丛中才忍不住哭出来 她这么多年一直欺骗自己父母 是因为意外去世才不要她 可是时却给了她这么大的暴击 无论是谁都无法接受三流青涩演员是自己的母亲 比起这个噩耗 依林更加害怕杨武会因此嫌弃自己 竹马只能静静待在身边陪伴 而此时的杨武也想好了对付亲妈的办法 她可以告诉依林亲妈的存在 但如果依林不肯见她的话 那也绝对不准提娟干的事 还让大嫂作证人 以后不能反悔 亲妈姓是淡淡的答应 她借姓女儿一定会过来 就在杨武想对依林说出口时 女儿类汪汪的拒绝 让杨武根本不忍心再逼着她去见长美花 她只好如实传达依林的话 这让亲妈瞬间疯了 当然无法接受亲女儿居然这么狠毒 认为是对方说自己坏话了 各种大喊大叫的要把局长告上法院 杨武的发狠成功把对方吓唬住 亲妈直接疯了 难道自己真的就只能这样死掉了吗 不就是割一点当吗 作为女儿怎么能对母亲见死不久 还是大哥大嫂在一旁安慰 伊林等到母亲回来抱着她感谢 卑微的依然讨好对方 可养母对她更加有隔阂了 毕竟有句话叫有亲母必有亲女 她也有些无法接受伊林不肯和亲妈相认 在医院的大嫂 也忍不住唾弃伊林的残忍 觉得这是始终不是做人的道理 就连大哥也默认了 伊林第二天立刻恢复笑容 若无其事地上班 得知她不去见亲妈 就连竹马也有些难以理解 没想到就在这时 亲妈居然昏迷不行了 医生诊断是受刺激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让家人做好送中的心理准备 大嫂胜无心爆棚 立刻打电话给婆婆 认为应该让小姑过来送中才行 总不能就这样死不瞑目 养母本久些后悔 也顾不上再提前给女儿接受暴击的时间 直接强行带着她来医院了 伊林会看眼色 当然知道要面临什么 不停地祈求母亲不要这样对自己 可却因为不敢反抗母亲的命令 硬生身被拖进去了 准备来吧 女孩第一次见 抛弃自己的亲生母亲 却被病入高荒的亲妈强行逼迫 要自己捐干续命 如果是你会答应吗 伊林要崩溃了 更加无法接受 甚母心爆棚的杨摩 也同样希望自己做手术 伊林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仿佛自己要是不同意捐干 就是一个狠独见死不救的女儿 此时养母还打来电话 伊林根本不敢接 她从来不敢为被养母的命令 要是圣母心的养母真的逼自己 她还真的只能答应了 伊林越想越生气 她缓过情绪后再次过来医院 对着亲妈就是一顿责怪 她刚出生就被扔到孤儿院 被第一任养父母抛弃后 又在孤儿院待了几年 每天都在等着妈妈过来把她带回家 无论是谁当妈妈 她都不介意 她只想要有妈疼就好 还收到同学们无尽的嘲笑 可亲妈却从没想过找自己 如今为了活命居然才出现 她凭什么要给这种妈妈捐干 女儿的责骂让亲妈崩溃大哭 她这才知道自己做了多大的孽 独自在病房哭了许久 也真的觉得自己太厚脸皮了 伊林虽然句句话很多 可因为没有人照顾 她还是待在病房睡了一夜 内心当然也在担心亲妈撑不过今晚 看着熟睡的女儿 亲妈偷偷收拾好了行李 又为她脱下鞋子盖上被子 她自知羞愧当然不敢再提出倦干的事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偷偷在不远处租了一间出租屋 打算孤独地死去 看着亲妈留下的道歉离开信 伊林虽然有些愧疚 但并不心软 她就是想逼迫亲妈主动离开 得知女儿拒绝了娟干 양母还在不死心地说服着 伊林从小到大都没反抗过 양母的要求这是第一次这么坚决 양母也不好意思再逼着她了 伊林狠心思烂亲妈留下的信 内心恨不得她就这样默默死掉 自己就能握个清静了 可狡猾的亲妈真的这么轻易善罢甘休吗 她默默把 양母约出来 真诚道歉最近那么过分的行为 把伊林刚出生第一次穿的衣服让 양母转交 又把自己租的地址给她 希望局长能在自己死后帮忙收拾火化 就连葬礼费也准备好了 希望能把骨灰撒在大海 也希望等到有一天伊林会再原谅自己 亲妈泪汪汪的一大串一言 果不其然 양母又一次被欺骗了 她回到家拿着自己亲女儿的婴儿衣服 更加思念失散多年的女儿 同样作为母亲 她理解亲妈又苦中的悲哀 认为做子女的不应该这样对待怀态十月的妈妈 양母直接把婴儿衣服转交给伊林 直接果断地下命令了 伊林气到回房间 她第一次违背命令 终究还是没能得到 양母的理解 양母又追进房间苦口婆心的全说 抱着她真诚的教育 无论伊林怎么不肯 她都还是希望女儿答应 伊林只能被迫答应了 她难受地把竹马约出来说心里话 她害怕再次被抛弃 所以只能乖乖听话 要是想在这个家带下去 就必须要讨好 양母 毕竟自己是一个 遵从母亲听话的乖小孩 竹马心疼不已 也只能在旁边安慰着 伊林缓过情绪来到亲妈这里 看着她住的这么狭小的房间 卑微的女儿为了讨好富豪杨母 只能被迫给抛弃自己的亲妈捐肝 因为需要养好身体才能做肝脏移植手术 圣母心爆棚的杨母 甚至还把亲妈借到家里住 可怕的亲妈偷偷潜入女儿的房间 各种抱着枕头纹来纹去 内心暗笑自己居然生出这么漂亮的摇钱树 现在不仅能活命 就连高昂的手术费都不用丑了 看到厚脸皮的亲妈睡在自己房间 伊林只觉得恶心 气到把她碰过的所有被子全洗一遍 她直接跑来养母房间睡觉 抱着养母不停地表达爱意 养母抱着伊林 心里却惦记着遗落在外面的亲女儿 她直接把大儿子叫过来 发誓这次无论用任何方法 都要把亲女儿找回来 伊林刚想过来叫妈妈吃饭 就意外听到这晴天霹雳的消息 她瞬间感到愤怒 认为多怪亲妈自己要被赶出去了 亲妈知道女儿在这个家是替代皮 她并不是心疼 而是害怕女儿被赶出去后 无法继承财产 为了自己也能沾光 亲妈发誓一定要阻止局长找到女儿 她立刻找大嘴巴的大嫂打探消息 因为这件事关乎重大 大嫂不敢随便透露 赶紧慌张地逃跑了 可亲妈却穷追不舍 大嫂因为生气说了俩句 亲妈恼羞成怒居然把大嫂打了一顿 看着家里闹得天翻地覆 养母气到不行 伊林要崩溃了 她本来就因为养母要找亲女儿难受 更加无法接受亲妈还搞事情 有这样的妈妈 对伊林来说太窒息了 她卑微地来到养母房间想道歉安慰 但直接被无情地吓住柯令了 伊林害怕挤了 既担心养母会因为亲妈讨厌自己 又担心找到真千金 就在第二天去上班时 伊林正巧撞见所谓的真千金 伊林还不知道她的身份就已经讨厌她了 横布爽警告郭士英不准靠近富二代 还是不当回事 为了把她赶出公司 伊林故意在养母面前说坏话 士英是靠作家大姐走后门进来的 又不知道用什么买通工作人员 居然还直接当了小节目的固定主持人 伊林认定是樱桃好的目的 就是想顺利进电视台 得知对方是那种劣迹斑斑的人 杨母瞬间也对她反感了 再次撞见是英是 杨母作为局长直接下驱逐令 认为她没资格走后门来当外景主持人 认为他的认为讨厌 是因因为羞愧只能推出节目 付二代气道不行 但杨母也只是秉公办事而已 一灵计划得逞 她成功暂时把世音赶走了 杨母心心念念的亲女儿 第二次见面居然把母女俩的关系越弄越僵 世音直接被剧长骂哭了 很难受她没看到自己的主持的能力就这样说 很快就到了亲妈做肝移植手术的日子 为了隐瞒公司的人 一灵甚至还谎称去旅游了 没想到就在去到医院时 居然被公司的人撞见这一幕 竹马下道不行 为了帮一灵隐瞒 不顾一切的跳下楼梯摔伤 这才转移同事们的注意 明天就可以做肝移植手术了 没想到就在这时 一灵居然意外听到杨母和大哥的对话 大哥找的私家侦探已经开始寻找亲女儿了 一灵难受极了 自己还在做手术 可杨母的心思居然不在自己身上 엄마 Ma 限语 我们一起去挑选了吗 station لو还在这个都找到Youara 你现在回看 去看看 我损 engra纳 你这origine孩子叫你 死子 在你 他们 Clean 这一事 都算了吧 这样 举斋 女儿被养母逼着给亲妈捐干 她做手术前叮嘱养母一定不能离开 迫切的想要睁眼就能看到妈妈 养母信誓旦旦的保证 可下一秒就逃跑了 为了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女儿 她把手术中的养女抛之脑后 却不知竟因此导致养女走上黑化复仇之路 养母着急的赶过去确认失踪女儿 可却只是一场乌龙 眼前的女孩并不是她要找的人 等到依林醒来时 只听到大嫂和母亲讨论寻找女儿的结果 依林彻底对养母失望透顶了 她每一次的请求 养母从来不放在心里 在看着逼自己绢干的亲妈 依林太憋屈了 毕竟要不是亲妈出现 养母也不至于再次想找亲女儿 亲妈眼里只有女儿 可依林心中只有养母 因为说好做完娟干手术亲妈就必须离开 依林狠心的发誓在也不会跟她见面 亲妈难受极了 她的确是想活命才出现 但看到女儿也渐渐贪心了 她当然舍不得就这样离开 就在依林回到电视台上班时 没想到仅仅只是两天 已经离职的士英 居然又和富二代黏在一起了 依林瞬间恼羞承诺 一个无业游民的人凭什么待在电视台 原来士英虽然还没面试通过 但因为富二代想靠近她 甚至还为士英开启了挖掘小区面包店的项目 士英的爸爸就是开面包店的 再加上大姐也各种在撮合 俩人就这样又黏在一起了 看着表面单纯却各种挑衅自己的士英 依林对她无比的厌恶 因为他们 할머니家家伙讨议 同志英带 مت吊答 再加上次互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代丝毫不掩饰对她的感情 得知对方的心意 是因更加不想把依林当回事了 毕竟感情这种事本来就不分先来后党 在家的养母考虑了许久 她不想一直对依林隐瞒寻找女儿的事 直接跟她说出来了 希望依林能体谅自己 也保证以后对她的爱不会少 依林当然不惊讶 还表示会理解妈妈的苦衷 看着照片上的真千金 依林内心越发感到不安 依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她做手术时养母都能跑出去找女儿 更别说亲女儿出现后自己的地位多下滑 她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焦虑了 发誓绝对不会让母女俩相认 就在依林想尽方法时 她居然碰巧捡到一个遗落在地上的钱包 原本她并不当回事 可当她回到家打开钱包看到照片时 瞬间感到毛骨悚然 里面的小女孩不就是养母心心念念要找的亲女儿吗 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居然抢先一步找到了 为了找出对方到底是谁 她不顾一切地翻找其他线索 果真找到对方的身份账 这再次让依林感到晴天霹雳 这竟然是世音的钱包 她瞬间慌了 回想起世音说过 自己是在小时候走多后被领养 确信就是她的钱包 依林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这种噩耗 为了一探究竟 她趁节目拍摄面包电视过来世音的假 又假装帮她整理衣服成功拿到头发 然后又回家脱走母亲的牙刷 决定要去做亲子坚定一探究竟 如果他们真的是亲母女 依林发誓绝对不让俩人相认 她彻底黑化了 你还偶然捡到一个钱包 竟然意外发现对方是养母苦苦寻找20年的亲生女儿 她立刻偷走俩人的头发 做亲子鉴定一探究竟 鉴定结果需要等待两天 原本义林想把钱包归还给世音 可又发现她居然还跟自己喜欢的富二代有来往 义林太不爽了 是死都不愿意让世音同时强走母爱和男人 她彻底黑化了 为了陷害她 义林特地来世音养负的店买面包 故意放在坏掉的冰箱里几个小时 等到面包编之后才拿回家 贾欣欣地表示给大嫂吃 她知道大嫂绝对会先给婆婆 计划果然按照自己如愿进行 义林成功借大嫂的手给养母吃了变质的面包 养母大半夜食物中毒肚子痛到不行 一家人赶紧把她送到医院 义林立刻打电话给富二代叫她过来见证 还让她立刻停止明天面包节目的播出 因为情况紧急 富二代只好临时暂停节目 幸亏养母没什么大碍 义林还在不停地说对方的坏话 就在这时秦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是因就是养母的亲生女儿 虽然义林早有预料 但还是让她感到晴天霹靂了 义林因为胎症打了她一巴掌 看着熟睡的母亲 她再也绷不住大哭起来 她已经被抛弃过两次 不想再次被抛弃了 她并不敢告诉竹马亲子坚定的对象是谁 立刻让青蛙帮自己 一定要阻止诗英和养母相认 青蛙愿意为女儿做任何事 她换了新面貌 立刻就偷偷住进诗英的小区 顺利成为了邻居 想近距离打入内部阻止 而莫名其妙被打的诗英 当然也不愿意就这样被冤枉 她认为父亲的面包绝对没有问题 立刻逼着依林向自己道歉 更加认为没理由挨打 依林懒得搭理 她是被诗英的养父叫过来询问的 想知道面包中毒的是 富二代偏心诗英 却也认为说不定是她把面包放在车里太久 才导致变质 大家都在追究是她保管面包不当 依林气到哭 抱着富二代求安慰 这要是英壮健又吃醋 很生气富二代跟自己暧昧 又和依林纠缠 内心也在暗讽依林故意用哭的手段拉拢男人 依林当然不介意她瞧不起自己 当竹马看到俩人也忍不住内心的受伤 她无条件帮依林干活 连理由都没有过问 得知依林的亲妈要搬家 甚至还把所有的存者拿出来帮忙 一句话都无怨无悔 看到竹马这么奉献 依林当然感动 可她绝对不会选择一穷二白的竹马当老公 她只想要跟富二代结婚过上幸福生活 为了如愿 依林又来讨好富二代的爷爷 毕竟庞大的家族婚姻 都不会让孩子迎娶心仪的女人 讨好爷爷比得到富二代的爱简单上千万倍 就在吃饭时又撞见了依林 虽然富二代立刻慌张地推开依林 但是依林又内心吃醋了 爷爷只心以依林当孙媳妇 其他人都不放在眼里 富二代很无奈 为了不让依林吃醋 第二天特地送她去参加电视台的第一轮面试 又赶紧解释昨天的误会 俩人亲一和好了 就差告白相互开始交往 面包中毒的事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了 而金娃已经搬进依林的小区 还和他奶奶处好了关系 又故意去接近诗英的养父 俩人相访的年纪很容易就走近 养父的老婆却是多年一直单身着 奶奶早就着急了 当然想撮合儿子跟漂亮邻居在一起 亲妈十分得意 发誓一定要把对方拉下 而依林也在想方法阻止诗英进电视台 看到诗英的面试资料 养母特地多看了几眼 很惊讶她把领养的身世写在简历上 你跟我同胞一起吗 对 我认识了解释语 摸椰子被帶发映了 她突然印象中变成了 那 important事 她从那时候冒险的事 她本来没有打扰 她冒险几个人 她冒险几乎 她冒险几个人 想起到以后 最早的情节目 天网上 她冒险几下 基础 我开始听说 她立刻就打电话给亲妈 让她无论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阻止是英明天来面试 亲妈姓氏淡淡 她混过夜店认识的人可不少 立刻就花钱找以前认识的小流氓帮忙 但计划真的能成功吗 女孩在公交车上一定要保管好包包 否则下一秒就会被栽赃成小偷 两个流氓故意把自己的钱包放进女孩的包包里 然后大喊大叫说钱包不见了 立刻就让司机把车开到警察局 所有人都不能离开 这瞬间让是阴慌张 今天是她的重要面试 绝对不能错过 为了早点离开 她着急的把包给警察第一个检查 可钱包就在里面 这让士英把口莫辩了 无论她怎么说自己有重要面试 警察都不理会 直接嫁着她非要去警察局做笔录 正后的两个小混混计划得逞 立刻打电话跟金主报备 得知士英无法来面试 依林玄之的心智才放下来 她绝对不能让士英入职和养母相认 但没想到士英居然给富二代打电话了 委屈巴巴的哭诉自己被冤枉 富二代着急不已 不过一切的要开摩托车去帮忙 可万万没想到 因为太过着急居然出了车祸 男人昏迷在地上久久不能醒来 眼尖迟迟等不到对方 面试时间又即将到来 士英顾不上什么直接要跑出警局 但被两个小混混一直阻拦着 士英都要空了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此时的竹马也想跑过去帮忙 依林下道立刻阻止 情急之下只能说出难言之隐 士英就是富豪养母的亲生女儿 伊林为了不再次被抛弃 他直接以死相逼 不顾竹马的阻拦跑到高楼上 想死在他眼前 竹马只能把他强行抱回来 伊林痛苦极了 他直接下跪向竹马求情 绝对不能说出真相 他真的不想再被抛弃了 看着心爱的女人这么痛苦 竹马根本没辙 只能先将错就错了 可就在伊林以为计划顺利进行时 出车祸的富二代居然醒来了 他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在自驾车跑来警局 立刻以电视台导演的生命制 指石英被纠查 还让对方拿出生命证一起调查 两个流氓本就是拿钱办事 为了不惹上麻烦只好逃跑了 在富二代的帮助下 石英顺利从警局来到电视台 看到他脚上的伤 石英即使担心也只能先跑去面试 幸亏只是迟到五分钟 他还能赶上面试 秦妈局长看到他这么狼狈的模样 第一印象十分不好 但是英并没有胆怯 还把刚刚的经历全说出来 认为这就是自己追求梦想不放弃的决心 这让秦妈有些改观了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躲在一旁的依林被吓到不行 要是说出来养母就会知道了 可她又不敢贸然跑出来 幸亏是因因未有别的事 着急的先离开了 这才让一旁悬着的心放下来 就因为这件事 让石英和富二代走得越来越近 一旁再次感到不爽 立刻跑到富二代的家 故意告诉未来婆婆和爷受伤的事 母亲立刻生气的把儿子叫回来 爷爷很是着急 母亲立刻要打电话让对方过来道歉 还是富二代发脾气这才阻止了 一旁虽然没能成功阻止是因面试 但好歹让婆嫁人对她感到不满了 她刚回到家 就听到养母和大哥催促调查亲女儿的下落 伊林赶紧假装有事跟大哥借了手机 果真看到侦探发来的短信 说有进一步的线索赶紧联系 伊林立刻删掉短信 又假装不小心把手机掉到水里 成功让大哥手机坏掉 无法和侦探联系 她已经提前记下对方的号码 立刻让亲妈去拦截侦探的消息 好不容易暂时阻止了母女相认 但就在这时 养母居然意外听到同事们说 公司的冰箱早就坏了需要维修 伊林也知道这件事 这让养母很是纳闷 女儿都知道冰箱坏了 上次怎么还把面包放在冰箱 难道是故意给自己吃坏掉的面包吗 伊林偷听到刚刚的对话吓到不行 眼界瞒不住只好提前道歉 养母立刻拉着伊林要去道歉 可夫二代正乔也在面包店里 伊林觉得太丢脸了 赶紧求请养母下次再道歉 不能再喜欢的男人面前丢脸 可养母并不答应 必须现在进去 伊林只好硬着头皮在所有人面前下跪 承认自己导致面包坏掉才让母亲食物中毒 伊林的养福德之物会解开 当然不会再追究 伊林表面道歉可内心却气道不行 一直紧紧抓着裙子 好不容易到完歉 伊林居然还追上来 逼着他也要道歉 上次打自己巴掌的事情才行 지금까지 살면서 누구한테 그렇게 맞아본 적 처음이에요 정식으로 사과해주세요 싫다면 어쩔 건데요 한 대 치기라도 할 거예요 뭐라고요 그래서 속이 풀리겠다면 한 대 때려보시든지 이거 뭐하는 거야 정말 미안해요 지금 뭐하는 거냐고 세영 씨 말이 다 맞아요 내가 다 잘못했어요 지금 그게 아니잖아요 괜찮니? 伊林한테 더 받아야 될 사고가 있다면 내가 대신 할게 어른으로 한마디 하자면 아무 데서라 손 올리는 버릇 별로 보기 안 좋네요 제가 싫다 그랬잖아요 그냥 아빠랑 언니들이랑 살고 싶다고요 할머니 왜 자꾸 저를 못 내보내 난리세요 내가 너 억지로 등 떠밀어 나가라고 그랬니? 친 부모 입장에서는 네가 살았는지 죽었는지 궁금할 거 아니야 그래서 찾아준다는데 어디다 소리를 질러 찾아도 제가 찾아요 그냥 좀 죽지 말라고요 세영 씨气到躲回房间哭泣 她从来没想过要找亲生父母 更加害怕找到后会被赶走 二姐貼心的安慰着 认为奶奶也是用心良苦 无论找没找到都是这个家的人 세영考虑了一晚上 不能只顾着自己开心 也要考虑亲父母是否也在找自己 세영立刻就要去警察局看一看 想知道基因登记的结果如何 这下把鄰居吓到了 张美花根本没有拿牙刷帮她做登记 只是想忽悠奶奶而已 她立刻给女儿打电话阻止 要是 세영真的做了登记 那她和亲妈局长就一定会相认了 逸琳吓到不行 一位洋母此时也正好在警察局询问 她绝对不能让 세영和洋母撞见 然后相认 那自己就会被抛弃了 逸琳立刻跑过去 然而却还是晚了一步 是英正巧撞见从警察局出来的生母 一琳立刻阻止了母女俩的对话 又以吃饭借口先暂时制止她进警察局 可就在三人吃饭时 是英和洋母居然同时把鸡蛋黄挑出来 这让洋母又忍不住都看了一眼 内心很好奇 俩人挑食的习惯这么相同 一琳再次打断母女俩的对话 可这样的阻止也只是一时的 为了彻底扼杀世音去做登记 一琳立刻跟着她回家 谎称最近的基因登记很高级 并不需要她亲自去 如果找到匹配的会主动联系 秦妈赶紧也来打圆场 母女俩欺骗老人家不懂法 很快就忽悠过去了 可并没能忽悠到世音 她还想知道基因登记的编码 或者有没有联系方式 想自己去看一下进展 这下把一琳的亲妈下倒半死 因为没能说出编码 她立刻假装生气 认为是因真是不相信自己 是因瞬间成为所有人埋怨的对象 就连爸爸都认为女儿太多疑了 世音委屈到回房间哭泣 眼尖激化得逞 伊琳赶紧跑来找亲妈 亲妈笑得不行还在化妆 佩服自己的演技太好 还发誓绝对不会再让世音提起此事 伊琳玄着的心这才放下来 莫名其妙的世音因为愧疚 还想来找邻居解释 但张美花根本不愿意搭理 奶奶也气到绝食不肯吃饭 世音一直跪在门前道歉 奶奶依然不肯吃 必须要让孙女得到邻居的原谅才可以 世音大半夜还不死心的来道歉 张美花这才缓缓开门 世音立刻跪下来表示绝对没有怀疑 只是好奇而已 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提起此事 尽找父母就交给她处理 自己安安静静的等结果就好 希望她能和奶奶和好 眼见计划得逞 张美花当然不再生气了 一转身就笑道不行 多亏了奶奶 不然还真没法搞定这件事 幸亏世音没有去做登记 生母局长也迟迟等不到亲女儿的匹配 原本她很怀疑同样不吃鸡蛋的世音 说不定是自己的女儿 但这下也只好打消嫌疑 毕竟这世上不吃鸡蛋的人多了去了 登记基因的事就暂时消停了 就在这时 世音接到电视台的电话 她面试合格了 以后就是新入职的主持人 爸爸兴奋不已 奶奶消气后也很是开心 富二代为了庆祝 科蒂把世音带来电视台 让她坐在伊林主持的位置 提前感受一下 世音有些惶恐 但更多的是高兴 当伊林看到这一幕 瞬间气到不行 对方还没入职 就坐上自己的位置 更加霸占着富二代在公司要舞扬威 她绝对不允许是 英抢走自己的一切 那么 엄청난 실수했다는 거 알죠? 以혜린씨가 이렇게 기분 나빠할 줄... 以혜린씨라니? 최세영? 난 이제 최세영 네 선배고 넌 내 후배야 알겠어? 네 대답 똑바로 못해? 네 알겠습니다 우리 쪽 손후배 관계 엄하다는 거 들어서 알고 있지? 네 알았으면 가봐 잠깐 인사하는 방법 몰라? 다시 다시 좀 너무하신 거 아닌가요? 너무하다니? 이혜린씨가 이혜린 선배님 네 제가 후배라는 거 잘 압니다 방송국에 들어가게 되면 틀린 점 있으면 고치겠습니다 다음에 뵙죠 감히 내 자리를 넣은 바? 여기 들어온 거 후회하게 만들어 줄 테니까? 贫穷女孩上班的第一天 就被60岁的老头注意倒 很惊讶 女孩的气质容貌和局长夫人居然一模一样 仿佛就像一个母子刻出来的亲母女 此话一出瞬间 让在旁边的女儿 伊琳脸色是分难堪 毕竟现在只有她才知道自己是貌牌货 而是硬才是真正的富家建金 看到养母特地多看了是阴一眼 伊琳感觉到危机感来临 为了彻底阻止这对母女相认 她決定要逼着诗英辞职 因为这次在新人中会选一位出镜主持人 伊琳故意把机会留给诗英 等到节目开始前 她又故意让诗英去节目室等着 让她没能拿到早上刚到的采访原稿 等到快开拍时才让竹马代替去拿 表面上是体贴的前辈 可是英却全然不知稿子已经被换了 她本就有点紧张 只能在节目开始后 按照稿子的内容全部读出来 诗英就这样傻傻愣了五分钟 虽然这是节目录播 但因为她的失误还是造成了节目失故 嘉宾是电视台辛苦邀约来的魏典长官 绝对不会重新拍摄的 局长的脸色顿时僵硬 好不容易采访完 立刻就训斥了她一顿 局长当然无法原谅 诗英拿错稿子这种小事 认为应该24小时拿着背道滚瓜烂熟才行 诗英只能不停地道歉 这个稿子她早上才收到 还没来得及看就被逸琳叫出去 所以并不知道内容 她立刻跑去问竹马 是不是真的从自己的座位上拿的 竹马当然没有拿错 得知出新闻事故后 她立刻就知道是逸琳干的坏事了 心爱的女人这样利用自己 竹马太难受了 她彻底心寒 发誓要跟伊林断绝朋友的关系 虽然这件事自己不会说出来 但如果有下次就不会轻易放过她 竹马的话虽然让伊林有些愧疚 可她并不后悔 伊林的陷害成功了 嘉宾因为这次的采访失误 逼着电视台禁止播出节目 局长只能主动过去道歉 诗英还在不死心地想跟过去 但杨母根本不理会 诗英被吓到腿软 难道自己上班第一天就要被炒鱿鱼了吗 看到她这么痛苦 知道真相的竹马更加左右为难 母女俩亲自去找嘉宾道歉 可依然挽回不了这件失误 为了让节目正常播出 伊林已经找别的嘉宾代替了 杨母是分满意她的应变能力 可是英却不愿意放弃 她不死心地跑去求情节目播出 虽然对方不肯搭理 但是英依然不愿意放弃 甚至从白天等到了黑夜 富二代心疼地一直在远处守护着 嘉宾看到她这么不屈不挠 难得给她30秒上电梯的机会 是英立刻把握住 世英的话还没说完 嘉宾就直接离开了 世英已经做好辞职的准备 只是她不希望节目因为自己的失误 让观众失望而已 富二代一直偷偷看着她努力 她知道这是每个主持人必经的磨难 也想一辈子都待在世英的身边当骑士 富二代的变相告白 世英当然听懂了 可现在她只能装作不懂 因为世英的大姐不久前嫁给了富二代的舅舅 所以俩人如今变成了亲嫁关系 世英并没有回答她的告白 她刚回到家 就遇到喝醉的父亲 伊林的亲妈故意把她灌醉的 原来伊林在公司陷害世英的同事 秦妈也没闲着 故意各种在家和奶奶挑拨 世英和富二代在暧昧 毕竟大姐都当富二代的舅妈了 世英当然不能跟她交往 看到孙女和亲嫁在一起 奶奶当然很生气 혹시妈迷人的 거 아냐 그런 거 아니에요 이령이가 저 친구僧母 되는 건 알지 만약 하나 니네 둘이 잘 되면 이령이가 니 언니가 아니라僧母가 되는 거야 법적으로는 아무 문제가 없다 쳐도 사람들이 알면 뭐라고 그러겠어 이령의 입장은 뭐가 되고 니가 초신을 잘해야 돼 무슨 말씀이신지 알아요 걱정하지 마세요 奶奶的话虽然都是张美花挑拨出来的 可话粗里不粗 世英更加发愁和富二代的关系了 毕竟自己本来就不受到奶奶的待见 第二天刚去到公司 伊林就步步紧逼 还警告让她做好辞职的准备 毕竟世英昨天去骚扰嘉宾的消息 已经传到整个公司 局长也很不满她的做法 世英只能主动拿出辞职信 她不后悔自己做的事 没想到就在这时 局长居然收到电话 嘉宾竟然答应节目照常播出了 显然是被世英的努力给打动了 世英成功把事物化险为意义 辞职的是当然也就这样算了 伊林瞬间气到不行 她的陷害居然失败了 刚想追上去 就看到傅二代还不死心地想得到告白的答复 多亏了张美花在家的挑拨 世英根本不敢接受告白 女孩为了改变命运作梦都想嫁给傅二代 没想到下一秒就如愿了 富豪爷爷竟然直接在聚餐时 当着所有人的面 要让她成为自己的孙媳妇 美容的女人想不想让她 허락을 해 주시겠습니까 우리 예린이 소개 봐주셔서 정말 감사합니다 그런데 오늘은 생각지도 않았던 자리라 당장 답을 달라는 건 아닙니다 생각할 시간을 드릴 테니까 길지만 않았으면 좋겠습니다 爷爷显然是不给杨母拒绝的余地 此话一说初考 有人欢喜有人愁 伊林当然恨不得立刻答应 可富二代眼里却只有世英 她虽然被拒绝了告白 但还是不希望就这样跟别的女人结婚 是英坐在这里就像个外人 她今天过来是因为帮大姐打下手的 毕竟大姐现在是富二代的舅妈 俩人如今就是亲家关系 她作为娘家人除了干活还是干活 伊林正打算起身帮忙 还被爷爷制止 在这种重男轻女的家庭 爷爷当然不会让男人做家务 而伊林是未进门的孙媳妇客人 家务活当然全留给亲家是英蛋了 姚母有些不太满意这门婚事 因为未来婆婆知道伊林是领养的 而爷爷不知道 在这种注重名声的家族里 是不允许参加来历不明身事的人 但伊林不害怕领养秘密薄露 她知道富二代的母亲和养母是老朋友 养母是不会允许她说出口的 只要能拿下富二代 这门婚事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养母建伊林这么坚决 也不好意思再反对这门婚事 可富二代当然不愿意接受爷爷安排的婚姻 她赶紧跑过来想像是英解释清楚 更想知道她到底喜不喜欢自己 眼前道路困难重重 石英根本不敢表现心意 石英再次拒绝表达心意 富二代去还是不肯放弃 第二天依然穷追不舍 看到这一幕 局长养母顿时感到担心 她立刻就把石英叫过来谈话 质问她对富二代到底是什么感情 杨母对石英的印象越来越不好了 可她怎么也没料到 石英就是苦苦寻找的亲女儿 而伊林当然也知道 富二代心思根本不在自己身上 为了彻底能嫁进去 她直接找上富二代的爷爷 居然主动说不想接这个婚了 伊林这招已退位近 成功把自己打造成受害者 本来富二代就是自己选好的男人 她是绝对不允许被石英抢走的 也不允许杨母和石英相认 伊林回到家就和杨母提出悔婚的事 委屈巴巴地表示富二代的心 不知何时飘离了 杨母立刻感到心疼 认定是石英在中间挑拨才导致 毕竟她还没出现之前 俩家人都一直默认会结成亲家 杨母越来越讨厌石英 而富二代得知悔婚 瞬间也感到十分愧疚 伊林表现出很体谅她 只希望俩人能和以前一样相处就好 富二代傻傻相信了 俩人立刻恢复往日的友情 看到这一幕石英又感到吃醋伤心了 无法理解富二代飘忽不定的心 她之所以拒绝告白 最重要的是因为领养的身世 她知道爷爷不允许来历不明的人嫁进去 更何况俩人还是亲家 她实在没勇气答应交往 石英第一次觉得领养的身世感到自卑 她突然好想找回亲生母亲 这样是不是就能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了呢 没想到石英的渴望居然成真了 她因为转交文件需要来局长养母家一趟 就在她正准备离开时 居然看到桌子上摆放着的照片 石英瞬间感到惊讶 这里面的小女孩不就是自己吗 难道局长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吗 居然发现一张富豪夫人抱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她突然产生怀疑 难道局长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吗 她立刻就询问局长女儿照片的由来 警惕的羊女立刻就用谎言掩盖了事实 她当然不会让石英和养母相认 然而石英却并没有被忽悠到 她跑回家查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自己和逸琳长得完全不像 小时候的照片怎么可能会这么相同 石英整晚都睡不着 她本就因为领养的绅士 不敢接受富二代的告白 如果绅士明确了 那自己不就可以勇敢追求爱情了吗 石英不敢告诉别人这件事 只能找同样是孤儿的竹马说出来 她明确看到照片上的人是自己 也怀疑自己和逸琳可能是双胞胎 但俩人实在太不像了 石英满脑子的疑惑 知道真相的竹马憋得慌 她既不想帮逸琳隐瞒 又不想让逸琳难堪 直接让石英自己去问究竟 石英鼓起勇气 居然直接来询问局长 局长作为公众人物 根本不敢随便说出私事 这样石英感到失望了 她满脑子的疑惑都不到解答 又不死心地来询问逸琳 照片是几岁在哪里拍的 警惕的逸琳当然用谎言胡忧过去 她立刻感到害怕 难道石英还在怀疑吗 石英太难受了 她依然认为照片上的人就是自己 只能再次跟竹马说心里话 竹马看不下去 让她去当年待过的孤儿院问问也行 毕竟石英当年走丢后 有在孤儿院待过几个月才被养妇领养回来 石英立刻就请了假 打算要彻底确认清楚 讲不到就在这时 局长也因为是英提出的疑问 又想再去孤儿院看看 正好收到电话 有一个医生认识疑似女儿被领养的家庭 母女俩同时出去 局长抢先一步过来 他想知道疑似的女儿身份 医生只知道一些 他认识有个面包店的老板 当年领养了个女儿 他还给做过心脏手术 医生明确说出 到面包店 他假装身体不是来到石英的房间休息 我真看到他小时候的照片 此时的局长彻底确信 石英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亲女儿了 他既兴奋又崩溃 回想起母女俩的第一次相遇 自己是那么无情的责骂女儿 还各种在事业上瞧不起他 愧疚的情绪多过兴奋 他根本不敢立刻跑过去相认 害怕石英会不肯接受这样的母亲 可就是因为局长的犹豫 让石英更加怀疑人生了 他已经在警察局登记基因 如果生母真的想找自己 那应该会匹配成功才对啊 他再次跑来警察局询问 却意外发现 自己根本没有登记 而且这种事情 别人是无法代替帮忙的 石英立刻主动登记了基因 明天就能知道结果 可他更纳闷 邻居张美花明明说过 已经找人登记 为什么会这样 他立刻就来想问个清楚 张美花无奈的撒谎 暂时忽悠过去 石英很是无语 可他又不敢随便 再搞砸奶奶和邻居的关系 他现在满脑子 只想知道局长 是不是自己的生物 而主马依未不想 再让逸琳坏下去 直接告诉了 他石英去登记基因的事 只希望他能早点接受事实 灰姑娘过了26年的苦日子 好不容易找到亲生母亲 却意外发现 生母竟然就是电视台 鼎鼎大名的局长夫人 他吓到立刻挂断电话 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的身世居然是采发青金 可他下一秒就感到失望了 无法理解生母 为什么说没有丢实在外的女儿 看着生母开心的和逸琳打招呼 石英更加好奇 自己和逸琳到底是什么关系 难道是双胞胎吗 那为什么俩人身高 肉貌这么不相似 就在石英满脑子疑惑时 养女逸琳已经想好 要对付她的办法 她是绝对不会让这对母女相认的 居然直接主动找上石英 强行一步说出真相 伊林主动说出领养的身世 却又把局长的事业款绑在一起 这样石英更加感到晴天霹雳了 还以为生母把自己弄丢后 为了保住秘密才领养了伊林 只为守住大号虔诚的名声 而此时的局长也收到警察局的电话 她拿到亲生女儿的电话号码 她当然知道是石英的电话 突然回想起早上 石英也打过电话来确认 她这才知道石英已经知道自己是生母 母女俩都心知肚明 可此时却已经产生了隔阂 石英还怕被亲女儿嫌弃 而石英当然知道 局长肯定也收到警察局的电话了 无法理解她怎么还没来找自己 又无法接受石英把伊林当替代皮 母女俩碰巧妆间 石英紧张到不行 刚想说话 伊林就又着急跑出来阻止 这样石英又再次感到伤心 石英为什么要装作不知情呢 难道是嫌弃自己吗 既然对方不肯相认 石英也不想理会了 她回到家立刻转换情绪 开心地和家人打去着 毕竟她还是有很好的养父和大姐的关爱 可却不知生母就在门前 局长偷偷过来想找石英谈话 可看到她生活在这么幸福的家庭 却又不敢贸然出来了 想着就这样摸摸守护着也好 但大哥也已经接到警察局的电话 整整一天了 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没有说出口 伊林假装十分惊讶 她原本还想两边挑拨 让母女俩就这样有格和闹掰 这样自己的地位就能稳固住了 但大哥知道了肯定会闹大 他立刻拦着非要去找石英的大哥 认为应该要给母亲点时间考虑才行 毕竟大韩民国几乎任何人都认识局长母亲 如果记者知道的话 那母亲的形象全都毁了 大哥无法理解母亲和养妹这么冷酷的处理方式 气到也只能先等着 伊林立刻过来抱着养母 表示会体谅她的不容易 毕竟局长的位置太来之不易了 养母心情十分复杂 她二十年前的确不满女儿的出生耽误了事业 但在走丢后就已经后悔了 现在之所以不敢相认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事业 而是石英已经有那么好的养父了 她哪有资格抢回女儿 而此时的石英已经想通了 既然知道了身世 那她也不再感到自卑 是因恢复合复二代往日的感情 即使俩人未来的路困难重重 她也不想再害怕了 甚至还主动来局长的办公室 说出俩人心知肚明的身世 既然圣母这么犹豫不决 那她也不会再等下去 我说的那些话 你没有那些话吗 那我说的 失败了丝 失败了 我只是 최세영的生命 我再等下一次 我再等下一次 你的认识吗 你会想过来的事情吗 我你会想过来的事情吗 你会找到那里的地方 你会找到那里的地图中的地图中 你公开的地方都不看了吗 你会想过来的地方吗 你会想不做什么 你不要想过去的生活 那不算了 这你会想过去 谘治啊 你会想过去哪里的地方 哪里的孩子 我会想过去哪里的地方 哪里的地方 我会想过去哪里的地方 我会想过去哪里的地方 亲情相认,只因为小时候走丢室,生母为了保住事业不肯公开寻找自己,她不想接受这样自私的生母,可局长第二天又不死心地过来,她很愧就给女儿的伤害,只希望女儿能理解自己的苦衷,是因直接无视了,在公司遇到生母和养女,看着生母尴尬的表情,是因更加感到受伤,仿佛自己就像见不得光的私生活,唯独只有大哥着急忙慌的想要见妹妹,她独自坐在弄丢妹妹的公园好几天,想不到今天居然碰到妹妹了, 因为有富二代在场,大哥不敢相认,是因更加失望了,难道自己就这么见不得人吗?但大哥并没有离开,她一直在家门口等到晚上,大哥主动说出二十年前能丢妹妹的事,当时妹妹想要自己手中的溜溜球,大哥不肯给,俩人在政治中弄掉,哥哥回头捡的空隙,妹妹生气就走丢了 面对大哥自责的道歉,世音还是离开了,大哥不死心地追上来,把保管二十年的溜溜球交给妹妹,她这二十年来一直都无比的自责,世音并没有说什么,可一转身也忍不住哭出来了,她也很混乱,不知道面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大哥回到家痛苦极了,认为都怪母亲二十年前不肯公开寻找妹妹,才导致她不肯相认,伊林赶紧劝说着,她认为养母没做错,还觉得大哥不体谅养母的苦 你能不能说,母亲athher的 ALL also是我的弟弟 她知道自己家的地位可有可无,所以才那么费強的心思组拦牧与相认,看着养母偶尔偷偷偷和世音相见,伊林实在无法坐视不管,她害怕曾千禁回来后 自己会被抛弃 想不到就在这时 他居然接到医院的电话 世音在出租车晕倒了 原来今天是局长新节目 配同主持人的选拔 世音最近因为魂不守舍 才在出租车晕倒 依林立刻挂断电话装作没听到 对他来说可是挑拨母女关系的好时期 他早就不爽让世音和养母同胎主持了 局长得知世音没来 各种着急的打电话询问 依林立刻谎称 认为世音肯定是不想跟母亲同胎 才躲起来而已 就在局长感受时 副二代着急跑来 世音已经醒了 他给副二代打了电话求助 局长立刻就要跑过去看望女儿 但依林却又阻止了 认为这是养母的节目选拔 不能就这样离开 养母左右为难 他作为局长 为了事业也只能把女儿先放在一边 得知局长没来 世音又感到失望了 国长님한테는 제가 말씀드렸으니까 걱정하지 마세요 뭐라고 하세요 별 말씀 없으셨어요 뉴스씨 오디션 때문에 정신 없으시잖아요 伊林成功再次挑拨到母女的感情 世音因为疲惫需要住院两天 但局长忙完公司后还是偷偷跑过来了 她当然担心女儿 忍不住摸着她说心里话 当年怀孕时 她作为女强人只顾着工作 的确不怎么关心女儿 可是去后才后悔莫及 老公也因此提出离婚 生母不停地道歉 当年不肯公开寻找女儿的事 她真的知错了 世音等到她离开后终于忍不住落泪 她当然没有睡着 听着生母的道歉 心中的隔阂也是怀了不少 局长不想再隐瞒下去了 她主动找上世音的养父 说出世音和自己的关系 她知道没资格抢回女儿 只希望能听到世音 喊一声妈妈就好 养父本就心疼女儿 也不会因此感到不适 还让世音明白母亲的用心良苦 养父的话安慰到了世音 她本来还很害怕被养父知道 母女俩的感情慢慢有所缓和 局长甚至还想把世音带回家里住 她提前先询问伊林的意见 也担心她会感到不适 伊林表面十分贴心乖巧 可当她回房间就想哭了 她最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来了 她根本不愿意把母爱分享出去 认为养母只能属于自己 为了阻止世音进来 伊林又开始想办法了 她主动找上世音 说出已经知道她是真千金的事 还卑微地握着世音的手祈求 希望她不要把自己赶走 无论世音要求她做什么都愿意 她不想被抛弃 伊林的一番话让世音慌了 她不想给伊林带来伤害 正巧电视台的地方招聘现场主持人 世音考虑许久后 直接要搬到地方上班 无论生母怎么劝说 世音依然坚决 养父和家人也都支持她的选择 这一别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局长根本不想就这样让女儿离开 她再也顾不上什么形象 在大街上祈求女儿留下 平穷养女为了独占养母的爱 过意用手段把真正的千金逼走 导致真母女俩的感情越闹越僵越僵 可却没想到养母因为整天肆虐女儿 竟然患上相思病 直接被抬到救护车紧急抢救了 伊林瞬间慌了 各种呼喊着害怕母亲就这样离开 局长被诊断过度疲劳加心计 再加上心脏本就不好 虽然已经过了危险期 但还要住院观察才行 看着养母这么痛苦 伊林当然心疼 杨母即使在睡梦中 也只是呼唤亲女儿的小母 伊林太扎心了 她这二十年来无条件听养母的话 为什么就抵不过那该死的血缘关系 大哥立刻就要给亲妹妹打电话 可伊林却死都不堪 认为是因根本不肯过来 要是被养母知道会更加伤心 大哥很是无奈 已经过去两天了 养母都还是没能醒过来 伊林不死心的一直守在面前 她想要让养母知道 自己才是最喜欢她的女儿 可养母即使在梦中 都幻想亲女儿跑过来 看望自己的笑容 嘴里一直喃喃着女儿的小明 伊林无比的绝望 富二代都看不下去 希望她会去休息一下也行 伊林依然不肯 就算休息也要在病房前坐着 富二代已经知道伊林和世音的身世 她作为旁观者只能安慰着 两个女孩都可怜 可她还是更心疼喜欢的世音 只希望伊林能把世音叫过来 看望一下生母 伊林太难受了 她当然不会因为富二代的劝说就妥协 可为了让养母恢复健康 她还是主动过来了 直接拉着世音要去医院 世音一脸莫名其妙 她刚想询问缘由 伊林居然发疯到狂叫起来 伊林的发疯 让世音更加左右为难了 仿佛她要是跟生母相认 就是在伊林心口插一刀 她被拖着来医院 看到在病床前的母亲 她居然哭不出来 毕竟她根本没有跟母亲生活的感情 只希望生母早点醒过来就好 她在病床前守了一晚 这让养父过来正好撞见 人本该在小地方的女儿 怎么突然在这里 养父突然感觉女儿被抢走了 内心有些伤心 因为世音的出现 局长终于清醒过来 所有人悬着的心智才放下来 世音默默离开了 毕竟她还要顾及养父的心情 大哥不死心的劝说 希望养父能同意 让世音一直守在母亲身边 养父虽然也很舍不得世音 但还是和家人商量一下了 奶奶立刻反对 虽然她一直念叨着要让孙女离开 但也只是说说而已 认为孙女当然不能不顾及养育之情 就这样走 大家都在商量着该怎么办 儿子时的富二代还主动和世音求婚了 连交往都不要 想直接结婚 世音无法压抑对她的感情 很快就答应了 可俩人的婚事却困难重重 富二代的母亲认为要是在一起 就必须要让世音的户籍 转回到局长的名下 家族无法接受世音 这么混乱的家庭关系 局长当然想要让女儿回归户籍 更想要让世音搬回来主 只是要想办法怎么说服女儿才行 依林听到这消息 立刻感到晴天霹雳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顾及自己的心情 她不仅被迫要接受世音当姐妹 如今就连富二代都被抢走 自己到底算什么 唯独只有亲妈站在依林这边 亲妈立刻冲进来威胁 如果局长不顾及自己女儿的心情 那她死都要阻止 父二代和世音的婚事 一定会把这件事闹大 让所有人都无法安宁 局长一句话都不说 她这次从鬼门关出来后 不想再顾及其他 只想要让女儿留在身边 依林即使再难受 也还是把亲妈拉走了 她可不允许亲妈让养母难堪 才发夫人为了感谢养父把丢失的亲生女儿养大 主动提出要给对方十亿高额补偿费 只为让女儿回到自己的身边 没想到这一举动瞬间惹怒养父 局长没想到对方这么反感 她知道最近养父因为资金周转而发愁 只是想好心帮忙而已 却没想到弄翘成桌 奶奶第二天就活即活了过来 还计算一下这么多年养育孙女花费的钱 她觉得十亿有点少 认为至少五十亿才行 局长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她只能下跪道歉 后悔自己的举动伤害了对方 她真的只是好心而已 奶奶骂完就怒气冲冲的走了 还立刻告诉孙女他生母的所作所为 怎么能用钱来计算养育之情 是因听了奶奶的话当然也觉得生气 原本她还答应今天要去亲妈家吃饭 但现在不想去了 更加无法理解她的做法 局长太无奈了 她这么着急只是为了让女儿如愿嫁人而已 毕竟是因要想和夫二代结婚 就必须转回户籍才行 大哥得知母亲提出钱的事 还难受到跑过来向奶奶道歉 她真的很希望妹妹回来住 奶奶根本不接受 看到这一幕的誓音 又忍不住替哥哥感到心疼 世音现在加在中间左右为难 她知道大哥对自己真的很好也很愧疚 面对大哥苦口婆心的劝说搬回来 世音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夫二代也希望他为了俩人的婚事考虑考虑 毕竟户籍只是表面 家人关系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 俩人要是想结婚就必须跨过这个卡 世音左右为难 而作为养女的依林更加窒息 她当然不肯让世音搬进来 得知大哥还想分家出去经常见妹妹 依林也气不打一处来 她直接收拾行李要搬出去 认为自己离开就行了 没想到居然惹怒了大嫂 依林直接被大嫂骂懵了 她原本还想闹个离家出走 让养母注意自己 依林彻底发狂 无法接受世音还没进来 自己的地位就这么瞎话 她死都不会让世音搬进来 又和夫二代结婚 她直接跑来找夫二代的爷爷 爷爷已经知道依林是领养的绅士了 但她没有因此嫌弃 依然只认定依林当最心仪的孙媳妇 根本不接受世音嫁进来 这桩婚姻让夫二代的母亲都无比的头疼 说实话 两个女孩她都不满意 但因为在家没有说话全力 也只能观望着 依林搞定完爷爷后又跑来告诉养母 她这次不想放弃夫二代 即使世音搬进来了也不会放弃 毕竟爷爷只注意自己 只希望养母能站在中立不要偏抬任何人 原以为养母会被自己说服 没想到局长这次并不买账 她现在只想为女儿做任何事 只希望爷爷能同意世音和夫二代的婚事 爷爷不肯答应 她只认定依林 甚至还无法理解局长偏心的行为 局长太为难了 作为老朋友的未来婆婆都看不下去 比起甚是来历不明的心经已灵 她还是能接受世音这个真千金荡而媳妇的 婆婆直接找世音谈话 她可以接受这门婚事 毕竟她作为老朋友也知道局长这么多年 想寻找女儿迫切的心 而且局长现在身体很不好了 当女儿的怎么能不陪伴在身边 就连大嫂也过来全说 大哥因为四面妹妹整天消愁 世音考虑在三后 她还是和养父提出搬回亲妈家的决定 她不希望所有人因为自己而痛苦 而且也担心亲妈的身体 养父独自做了一晚上 她当然舍不得女儿 可女儿都亲自说出考了 也不想再反对 是因就这样回到亲生母亲的身边了 可有10在的家 真的会幸福吗 进来 远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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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才发亲 金终于回到亲生母亲的家 可贫穷的养女 却不愿意回到贫穷亲妈的身边 依然认为自己才是这个家的女儿 亲妈都看不下去了 各种跑来求女儿出来跟自己住 想不到这一幕居然正巧 被真千金看到了 是因瞬间门圈 邻居大婶居然就是养女的亲生母亲 她突然怀疑大婶之前 之所以阻拦自己去登记 基因找亲生母亲 都是因为想帮养女巩固地位 张美花没想到给女儿越来麻烦了 赶紧解释她听错了而已 伊琳感到危机感来临 她知道是因没这么好忽悠 突然想到之前不小心捡到 是因的钱包 这是能证明她早就知道 是因是真千金的证据 她赶紧跑回家拿出钱包 立刻就要烧掉 只要销毁了这个证据 就绝对没有什么能证明 母妮俩早就知道 她的身份还隐瞒下来的事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一幕居然又被是因撞捡了 她好奇地上前查看 看到伊琳神情慌张 立刻就跑上前把火扑灭 此刻她彻底确信 伊琳就是跟她亲妈联合 隐瞒了自己的身世 两人的争执症巧被大哥看到 大哥只看到亲妹打养妹一巴掌 伊琳立刻捂着脸委屈地回房间了 大哥突然对亲妹感到失望 是因是不想让伊琳丢脸 才没有在大哥面前戳穿 她立刻追回房间再次质问 可没想到 伊琳的后脸皮 让是因瞬间气到说不出话 她只能再次去质问伊琳的亲妈 张美花眼见是亲瞒不住 只好全部承认了 但把责任都担在自己身上 说钱包是自己搬家过去那天捡到的 为了女儿才故意在中间阻拦 而伊琳什么都不知道 张美花甚至下跪道歉 只希望她不要告诉局长 世音即使在生气 也无法揭发真相 她只能让邻居立刻搬出去 也不能再跟奶奶当朋友挑拨离间 张美花答应了 可是伊也当然不是傻子 她立刻来质问伊琳 邻居搬家那天根本不是自己钱包丢失的日子 她知道就是伊琳捡到的钱包 一琳后脸皮的死不承认 世音再也忍无可忍了 她直接要去告诉局长生物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杨富家却因为欠钱惹上小混混 她只能跑回家去帮忙 伊琳立刻先下手为强 她主动向杨母坦白昨晚吵架的事 是因为不小心捡到钱包被试音误会 她都没有打开看过内容 局长因为觉得不是大事就不当回事了 得知被伊琳先下手为强 是音根本无法说出真相 再加上杨富家的事情 她没能继续追究此事 局长得知杨父面包店出事 她当然想帮忙 还亲自拿点钱 集养奶奶自主 她知道杨父不肯收下 也很真诚地表现出一番好心 奶奶很开心地收下了 奶奶的话顿时让局长产生怀疑 她刚回到家就又撞见杨女和亲妈偷偷见面 提到什么钱包又说什么要搬家 这下局长彻底明白一切了 原来奶奶口中所谓的邻居就是张美花 而伊琳明明捡到钱包看到照片 却又说谎没打开过 亲妈立刻道歉全都是自己的错 可局长怎么会相信 眼见事情瞒不住 伊琳也无法再继续撒谎了 alts正这样子女孩 前准处身照片子长 眼前嫌疑什么物 我以前 vacation母亲 小谁知道人家 我会这样 我没听到我说了吗? 我肯定不听说了 他父亲夫人家妈妈妈妈妈妈的 不是何不关键 我发生了 我去把女人发生了 我后来知道 我的声音量是很快 我以为你会知道 你的声音量是不存在 我的声音量是不明白吗? 我根本来人家 杨女因为无法接受真正的财阀千金回归 竟然绝望到想跳和自杀 她宁愿死也不愿意把杨母的爱分享给别人 当杨母看到她留下的道别信 在看着地上扔下的母女合照 杨母瞬间后悔莫及 毕竟最近因为亲女而回来 自己一直冷落杨女的存在 大家都在火急火燎地寻找她的下落 可怎么都找不到 依林独自来到曾经待过的孤儿院 回想起杨母领养自己时的美好一幕 杨母的出现就像天使 拯救了缺乏母爱的自己 依林啊 依林啊 你现在是我的妈妈呀 你 妈 养母兴事淡淡 发誓一辈子都不会抛弃她 依林拿着母亲第一次送给自己的礼物 绝望地边开车边狂哭 她直接来到海边 一想到自己在杨母心中变成一个撒谎的坏女儿 她就无法接受这种结局 原本还想给心爱的富二代打电话 可她却因为工作没时间接听 依林无比的绝望 杨母被针牵巾抢回去也就算了 怎么能连心爱的男人也同样被抢走 依林缓缓走向海边 发誓要消失在这个世上 反正她已经失去了母亲和爱人 这世上已经没有任何怀念的东西 当大家收到警察觉得电话瞬间慌了 可车子里根本没有依林的身影 海边只留下她的手机 竹马彻底崩溃了 她一直认为说出真像是在挽救心爱的女人 可这才知道自己一步步把依林推向火海了 竹马不顾一切地冲向海里 哭喊着依林的名字 正直想着如果找不到就这样死了算了 还是世音一直在拦着她 搜就对各种卖力在寻找 但找了整整一晚都找不到 世音也慌了 看着依林掉落的丝巾 能想象到依林当时跳下海的绝望 突然也后悔对依林的步步紧逼 毕竟依林也是意外捡到自己的钱包才知道寻事 谁也没料到会这样 所有人都在寻找依林的踪影 在家的养母也魂不守舍 她收到孤儿院送来的快递 里面放着她第一次送给依林的礼物 瞬间绷不住大哭起来 依林失踪整整三天了 就连亲妈也无法坐视不管 跑来诺吼杨武折磨她的女儿 无法接受女儿失踪了 局长还坐在家等消息 甚至都没想过出去寻找 还是大哥过来把她拉走 亲妈绝望到不行 此刻的她彻底后悔曾经抛弃女儿的行为 要不是自己 也不会让女儿在这种家庭 每天心惊胆战的过日子 而另一边在警察局等消息的 世音和竹马 好不容易等到新线索 却得知捞到一名二十多岁女性的尸体 让他们过去确认一下是不是义林 听到尸体这两个字 世音直接背下晕过去 竹马赶忙先把她送到医院 好不容易清醒 可俩人都不敢过去确认 但没想到病床的另一边 居然躺着刚睡醒的义林 原来她当时的确想不开自杀了 担心好被人救了上来 看到她还完好无损地坐在这里 世音和竹马旋转的心志才放下来 立刻就要带她回去 可义林却死都不堪 看到世音她更生气 还发誓就算活着也不会跟她住在一起的 你看着这一幕 世音和竹马都很扎心 只能一直在门外等着 富二代因为懊悔之前没接听她的电话 面对义林抱着自己 她也不敢退胎 世音只能看着准备结婚的男友带着她回去 义林嚣张的模样 让世音太难受了 突然后悔还为她哭过 俩人还因为车子抛锚卡在半路 竹马越想越生气 对着车子就是一顿发泄 自己那么喜欢义林 她眼里却只有富二代 世音也憋不住委屈 自己的男友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带走 两个人相互发泄情绪 而义林在富二代的安慰下之才缓缓回家 她鼓起勇气走到养母面前 却没想到直接被打了一巴掌 养母既心疼又生气 回到家就是一顿责吗 但更多的当然是心疼 母女俩很快就和好如初了 养母也因此原谅义林之前的撒谎 但义林回到房间却立刻冷下脸 原来她并没有真的想死 是在保证安全范围内才故意自杀的 但这还是故意让富二代看到自己被打 之前也一直跟她灌输养母 会时不时折磨自己 毕竟她知道无法从真女儿手里抢回母亲 那总要牢牢抓住男人才行 等到富二代打来电话时 伊林还故意说养母超级疼她 根本舍不得动手 这让富二代更加心疼了 还懊悔曾经没看出 伊林表面坚强内心脆弱的一面 新吉杨女故意用自杀来吸引财阀养母的注意 她成功霸占了真千金在杨母心中的地位 可她还不满足 甚至扬言一定要抢走真千金的男友 时音太无语了 根本不想搭理她 认为和男友的感情十分坚固 可去到公司 却发现男友在和伊林相互喂饭 伊林各种在富二代面前装出弱弱的样子 事音看到心机伊林这种虚伪的手段当然吃醋 还警告男友不准再跟她靠近 可富二代却不以为然 认为伊林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样而已 她只是担心伊林会再次自杀 事音气到不行 俩人又再次吵架 伊林的色急了 她的自杀计划果然很得逞 看到养母又跟真女儿靠近 极度心强的她又忍不住了 为了陷害事音 伊林故意在节目开拍前 把支撑架子的神歌断 想故意看她出事故出糗的模样 但没想到局长因为觉得女儿不熟练 打算主动上前演示一遍 看到这一幕 伊林瞬间慌了 她可不能伤害养母 刚想办法要阻拦 绳子就断了 我妈 事音不顾一切的保护生母 自己却受伤了 伊林眼里只有养母 赶紧跑过去心疼 但养母并没有大碍 事音直接昏迷不醒了 幸好只是轻微脑震荡 伊林在养母面前 假装着急的呼唤事音 可等到俩人单独相处时 又圆形毕露 恨不得她就这样死掉算了 事音并没有让伊林如愿 她很快就清醒了 伊林立刻翻白眼 还嘲讽她在故意装病而已 看到生母没有大碍 事音悬着的心智才放下来 一直喊着妈妈 这是事音第一次叫妈妈 局长万分感动 伊林却气到不行 很不爽因此加深了母女俩的感情 她立刻回家扔掉 事音房间的东西发泄 看到养母送的礼物 直接扔在地上狠狠的采烂 恨不得杀了事音 她立刻又想增进和富二代的感情 却发现她居然准备结婚登记了 富二代因为事音这次受伤 还怕失去她再次求婚 想偷偷登记 再慢慢取得长辈们的同意 事音有些犹豫 还想着回家考虑考虑 但伊林却直接冲进来 把结婚登记表抢走 伊林当然不会允许是 因成功领证 她立刻借助工作机会 让原本应该是男同事做的采访人事音去 又故意让竹马去跟着 别让事音受伤 竹马还以为伊林变善良了 很高兴她的转变 伊林当然让她误会着 还故意拖延时间让俩人等到晚上 又告诉富二代 事音单独去采访 让她过去看看 男人傻傻相信了 她着急的买好晚饭拿过去 却只看到女友躺在竹马的怀里 富二代立刻气急败坏 直接揪出竹马狠狠地打一顿 竹马莫名其妙 当然反击回去 还是事音卖力阻止才消停 事音因为生气 立刻把男友赶回去 还认为自己也只是 把竹马当哥哥而已 就跟她把伊林当妹妹一样 富二代一肚子气 伊林得知计划成功 当然笑道不行 但她没想到这次的危险采访 居然让事音成功晚 就一名破产老总的性命 事音一夜之间成为网络红人 美女就自杀老总的消息传遍全网 还拿了热搜第一 公司的人无比佩服 上级们趁热打铁 立刻就让事音加入新开播的节目中 和伊林同台出镜主持节目 伊林气急败坏 很嫉妒事音每次都能走够时运化险为夷 却也只能在养母面前 咬牙切齿地握着事音的手 表示俩姐妹会好好相处 就因为伊林的挑拨 让事音没能签下结婚登记 她把结婚表原封不动归还给男友 最重要的是她不希望让长辈们发愁 富二代却并不理解 还开始质疑诗音的心 依然怀疑没有跟竹马的关系 诗音气到不想解释 俩人又再次闹掰 好不容易等到节目开拍 诗音居然因为太紧张感冒了 伊林立刻抓住机会 假装去诊所帮忙拿感冒药 又会一调包了药物 是因看着这陌生的药有点犹豫不决 但还是吞下去了 才发千斤头疼发烧 心机的杨女特地送上特殊感冒药 结果下一秒就出新闻事故了 她居然在直播节目中睡着 连话都说不出来 一直闭着眼睛昏昏欲睡 杨女伊林故意踢了一脚导致她直接倒下 自己成功临场发挥挽救局面 等到结束后立刻假惺惺的询问她怎么了 伊林故意撇清关系 成功让别人怀疑不到自己的头上 诗音还以为是太紧张才导致 只能不停地和局长生母道歉 伊林的计划得逞 诗音果然因为新闻事故被直接赶下台 无法再继续主持节目 伊林的计划当然还没有停止 她又故意跑来安慰诗音的男友 傅二代因为诗音不肯跟自己结婚喝得醉醺醺 还把伊林当成了女友 抱着她各种道歉又告白 想不到这一幕正巧让诗音又看到了 伊林故意无视她 直接把傅二代带走了 诗音并不知道男友喝醉 还以为她变心了 只感到无比的憋屈 无法想象男友就因为自己不肯偷偷领证就这样 她始终不相信男友会背叛 可确认不住脑补傅二代抱着伊林的画面 诗音第一次这么慌张 脑海中不停地幻想着一切 她直接跑出去想等伊林回来 可等了几个小时都等不到人影 想给男友打电话却没有勇气 而另一边的伊林趁她睡着时 故意撕烂结婚登记表 又偷偷删掉诗音打来的电话 等到傅二代醒来时 看到你有没有来电 更加感到心酸 她都发了那么多短信过去求复合 很生气诗音不理会自己 诗音独自在家等到天亮 伊林这才缓缓回家 甚至还故意挑衅时 因昨晚发生的事 不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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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林的挑拨成功 是音车底误会男友了 而傅二代酒醒后打开信封 看到结婚登记表也失望了 她没想到女友居然很心 到这样撕烂俩人的未来 此时的伊林还来火上浇油 故意说自己看着她撕烂结婚表的 傅二代有些不相信 她直接来知问女友 但是音音为误会着 在气头上根本没听到她说的话 诗音和傅二代就这样 因为伊林的挑拨分手了 俩人彻底分到扬镳 诗音同时失去了男友和节目主持 因为导致节目事故还被电视台记了大过 看到伊林嚣张的模样 诗音气到不行 突然回想起自己吃下感冒 要昏昏欲睡的事 她好奇地询问医务是 因为自己有过敏源 不能吃普通的感冒药 想知道对方开的是哪种药丸 医生开的药没有问题 但是音看到白色药丸 突然感到差异 因为这个和自己吃下的红色药丸 完全不一样 正好摄影机拍下节目前的画面 她一对比过真发现被掉包了 此时的诗音彻底明白 这就是伊林故意陷害的 她立刻拿着这致命的证据 想直接告诉局长 生母伊林的丑陋面膜 可一开门却发现 生母握着羊女的手安慰着 伊林假惺惺的想替 是因单下处罚的过错 羊母感动到落泪 认为羊女就是天底下 最善良的女儿 看着羊母女如此深情的一幕 诗音仿佛自己就像个外人一样 她突然没勇气拿出证据给生母看了 还怕被怀疑是作假 诗音直接扔掉路向大 第一次这么讨厌一个女人 她也好想黑化 可却没有那个实力 看到男友又再次发来求复合的短信 诗音也后悔提出分手了 她直接跑到男友的家 也想道歉和好 但却正好看到伊林 在纠缠着富二代 真正的才发 羊母刚回到母亲的身边 就被心急羊女抢走心爱的男友 她彻底心灰意冷了 直接和男友提出分手 然而羊女却还没感到满足 依然还想逼着 真千金离开自己和母亲的家 因为在公司里 是英市局长的 私生女八卦 传得沸沸扬扬 伊林听得气急败坏 始终认为自己才是真女儿 为了不让领养秘密暴露 她立刻就把此事告诉诗音 故意拿养母的前途赶走她 是英不想搭理她直接离开 她回到养父家睡觉了 最近每天跟养女待在一起 她都要窒息了 然而却被养父教训 养父认为女儿要是做出了选择 就不能左右摆动 不然会一直因为不适应而感到痛苦 世音太憋屈了 只能主动离开 堂堂财阀千金却沦落到流苏街头 没想到就在这时 一名八卦记者居然主动找上门 她打听到世音住在这个家的秘密 也挖到很多伊林和亲妈张美华之间的关系 想讨论一下是否接受采访 局长当然拒绝了 可她犹豫许久 还是想公之于众 不希望到时候任由小道消息传出去 然而伊林立刻反对 伊林誓死反对 可局长并不想继续隐瞒 她找上女儿想征求同意 可是英雀也反对 还直接提出要搬回养父家的决定 甚至不给生母商量的余地 内心也是想保护生母的名声 两个女儿都这么反对 局长却并没有妥协 她直接把八卦记者叫过来 全部说出是英和伊林的所有神事 就连伊林亲妈张美华的身份都承认了 伊林偷听到对话瞬间气到哭 无法接受养母居然要以这种方式抛弃自己 可她只听到一半的对话 养母虽然如实说出来了 却希望记者看在自己的份上网开一面 不要公布伊林和三流演员亲妈的关系 把过错方推在自己身上就行 还想把世音和伊林写成双胞胎两姐妹 记者犹豫片刻已答应了 毕竟谁没有电影私呢 明天晚上局长就会接受记者的采访 圣母只把此事告诉世音 然而心机的伊林怎么可能做事不管 她决定先下手为强抛弃养母 居然直接在自己的直播采访中 像媒体内汪汪的公布领养的身世 其实 저도 같은 처지라서요 这次 뭐라는 거니 같은 처지라니요 입양합니다 잃어버린 딸이 있었어요 그 딸 자리에 제가 입양됐죠 잃어버린 딸 대신으로 살아야 했어요 엄마가 하라면 하라는 대로 엄마 말씀을 법으로 알고 살았어요 꼭두각시처럼 伊林的话一说出口 大家当然会把她当成可怜的 替代品受害者心疼 시音都无语极了 节目结束后立刻斥责她的所作所为 因为局长已经告诉她全部铺好了路 两人是一晚双胞胎亲生姐妹 而且这全部都是为了伊林才撒的话 这瞬间让伊林感到晴天霹雳 她当然无法接受这句大暴击 躲到厕所才绷不住大哭起来 她还以为自己被抛弃了才出此下策 无法接受居然伤害了最爱的母亲 局长晚了半拍才知道舆论传遍公司 恼羞成露得上集 让她做好停职的准备 这不是一件小事 局长只是深深叹了口气 她居然没有生伊林的气 独自坐在办公室许久 认为可能这是自己该受的罪 毕竟她的确有些时候 把伊林当成了替代品 也很伤心自己在伊林心中是这样的母亲 局长主动留下辞职信 彻底离开工作了30年的电视台 然而舆论才刚刚开始 她刚回到家就要面临一群记者的围攻 大家都在嘲讽局长是表里不一的狠毒女人 居然这母羊女这么多年 伊林被吓到不敢回家 她只能找父二代球收留 却还不忘曾经俩人的感情 各种暗示在这个家多年来的痛苦 你被拔掉了 我看见错了 我尝试不信 我还没见过 我真的很不信 我真的不信 我真的很不信 我疼,我真的真的说了 走不信 我没有人群 我还没有救人 我更保持还不想 我更想保持 我更想要你 女孩还没结婚就死皮赖脸跑到男人的家住 还一大早给未来公婆准备丰盛的饭菜 可当她准备叫爷爷吃饭时 竟然发现爷爷在睡梦中去世了 这瞬间让她感到慌张 然而下一秒却突然想起爷爷昨晚说的话 伊林的神情瞬间变得凶狠起来 他没有第一时间呼叫家人 居然是把手伸向戒指面前 反正死无对证 只要一口咬定是爷爷临终前戴在他手上的 那嫁入豪门就绝对没有问题了 伊林带好戒指这才慌张的上去向富二代救助 在爷爷的葬礼上 他哭得稀里哗啦 跟所有人谎称自己为爷送终的 就连未来婆婆都心疼不已 大家都被他的泪水打动了 等到葬礼结束后 伊林直接在富二代家人面前 缓缓伸出戴着戒指的手 泪汪汪的哭诉爷爷 在领走前的遗言是希望俩人结婚 伊林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懵了 看到一家之主的未来公公还没说话 他立刻摘下戒指归还 贾欣欣表示不会给富二代带来压力 会长犹豫片刻还是让他收下 毕竟这是爷爷送出去的东西 谁也没资格拿回来 还让儿子考虑一下结婚的打算 伊林当然知道富二代的心还在世音身上 为了彻底拿下他 直接做好爱心便当 卑微的在公园等富二代吃饭 男人因为工作没空吃 伊林就一直等着 直接等到晚上 富二代原以为他已经回去了 打电话询问这才知道他还没走 面对伊林可怜又无助的爱 富二代真的有些被感动到了 而且他也始终无法拒绝爷爷临终的一眼 伊林终于等到求婚 他成功从世音手里抢回男人 立刻就拿着戒指给世音炫耀 嘲讽母爱就留给他了 自己只要男人就好 世音只觉得他无药可救 可伊林的陷害还没停止 今天是主持人的模拟考核 他故意没有通知世音 今晚就要上台交卷 世音只能赶忙准备策划又亲自采访 他想做一个幕后工作人员的企划 看着他这么奔波 富二代还是很心疼 偷偷在背地里帮他做了很多采访 为了避嫌 还让主马帮忙转交 可心机伊林当然不会让他计划得逞 等到考试前又故意把世音的采访录像带扔掉 没想到这次做坏事被主马发现了 主马在关键时刻帮世音化显为意义 他再也忍无可忍 直接揪着伊林一顿教训 不只是这次先嗨 就连上次是阴痴感冒要晕倒的事 他也有证据看到了 这里面全部都记录着伊林做的怀事 主马立刻就要告诉富二代这一切真相 这下把伊林吓到 主马这次没有被骗到 但伊林这次居然真的是不舒服 他因为给亲妈捐肝 再加上最近过度劳累导致肝脏痛到不行 他不死心的还给主马打电话求助 主马依然不相信 伊林直接晕倒了 被同事送到伊吾是睡了一会儿 清醒后还是不死心的打电话 眼间这次主马真的生气 他只能拖着疼痛的身体再次跑过去 在主马正准备说出口时 他成功拦截 看到伊林真的发烧不止 主马瞬间心疼死了 他立刻后悔莫及 懊悔没发现他的医样 只能把证据扔掉了 伊林痛到全身流汗 却死都不肯去医院 非要让富二代带自己回家 因为他不能让外人发现给亲妈做肝移植手术的事 只是单独告诉富二代 男人更加心疼了 很担忧这么弱小的身体居然做过手术 还发誓结婚后一定会好好对他 伊林的计划得逞 可是他却没想到 他的谎言漏洞百出 是嬴的大姐 也就是富二代的舅妈 对伊林给爷爷送终的事感到很难闷 他回想起伊林从房间跑出来时 口口声声说刚做完早饭 就看到爷爷在房间没呼吸 伊林的话依然有漏洞 大姐忍不住回家询问富二代的母亲 却又发现新疑问 伊林跟别人说爷爷是握着他的手安详的闭眼趋势的 又跟自己说他帮爷爷闭上眼 耿直的大姐不想跟他狡辩 直接就要告诉富二代 伊林吓到不行 立刻把他拉走 可就在他准备逃跑时 正巧在出电梯遇到 大姐可不会跟小妹一样软弱 直接当场戳穿伊林的阴谋诡计 眼见是清瞒不住 伊林只好累汪汪的坦白了 然而却只承认没有给爷爷林终 伊林为了嫁入好门 偷走去是老人的传家宝戒指 捏造爷爷的遗言是希望孙子跟他结婚 心机的逸琳成功用手段和富二代如愿订婚了 他虚伪地在饭桌上表达对准公婆的感激 又感谢富二代能接受这么可怜绅士的自己 男人有些不情不愿 但还是选择完成爷爷的遗愿了 逸琳还故意打电话给真清金 希望让世音过来见证自己抢走他男友的美好一幕 世音很无语 他怎么可能会去前男友的订婚宴 只能和喜欢逸琳的竹马宣泄情绪 是被抛弃的可怜人 即使内心很悲伤 也依然祝福他们订婚要幸福 可逸琳办完订婚宴后还是很嚣张 喝得醉醺醺又给世音打电话 询问他为什么没有来 还说自己就在酒吧希望他们过来 世音拒绝了 逸琳看着戒指很是得色 还嘲讽代代相传的戒指太丑了 依林一转身瞬间下吗 显然是因已经全部听到他刚刚说的话了 他立刻追上去还想解释狡辩 甚至直接跪下来求饶 谎称只是喝醉在胡说而已 是因一句话都不想说 他当然无法接受 依林试用这种手段抢走男友 自己作为真女儿还被赶回养夫家了 依林被吓到不行 第二天又不死心地追到家 眼见是因为反应 依林立刻跪下来道歉 表示不跟富二代结婚了 只希望他不要揭穿这件事 让自己丢脸就好 世音没有答应直接离开 为了制止他说出口 依林各种在公司阻拦俩人单独见面 又给他安排和竹马去做前夫拍摄工作 得知世音还没有说出偷戒指的事 依林这才放下心 可就在他一转身时 竟然发现养母就在背后 他偷戒指的秘密也被养母发现了 局长立刻恼羞承诺 当然无法接受养女竟然利用去世老人家 依林一出去眼神立刻凶狠 认为养母一定不会这样伤害自己 可他错了 局长立刻就打电话约见富二代 直接跟他说出养女偷戒指的事 还希望他重新考虑一下是否结婚 依林来晚了一步 他冲到办公室时发现已经全部暴露 一转身还发现准婆婆正好过来 富二代给他留了点脸面 只把他拉出来单独谈话 依林哭得稀里哗啦 无法接受这门婚事居然栽在自己手上 局长还是给养女留了点脸 没有跟准婆婆说出来 但婆婆还以为局长突然不想把女儿嫁出去再反对 还偷偷把依林叫出来 希望他能说服母亲 依林眼见还有机会 立刻抱着婆婆谎称富二代的心在飘忽不定 婆婆很无奈 他只好来跟儿子说教 虽然他不喜欢依林 但既然已经订婚了就不能反悔 富二代一言不发 他有些后悔了 后悔更是因非守的事 突然想挽回曾经的感情 可他后悔的太晚了 是因已经彻底放下这段感情 在另一边潜伏工作的竹马 不小心掉落在水中 因为脚抽筋喝了一肚子的水 世音立刻美女就英雄把他带上来 因为竹马昏迷不醒 世音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 想不到工作人员以为里面没人 还把俩人关在游泳池 世音吓到嚎啕大哭 打电话又没有信号 他只能不停地做人工呼吸 幸亏竹马醒过来了 世音抱着他喜极而起 俩人单独在游泳池相互取暖 最近每天都一起工作生活 因为这一次渐渐产生情愫了 竹马有些控制不住的心动 就连世音也心跳不止 第二天 富二代因为摇摆不定的心 还忍不住给世音盖上被子 看到这一幕 竹马立刻粗意大发 他直接把富二代打了一顿 都跟伊林订婚了 怎么还来纠缠世音 竹马还直接宣誓主权 竹马的话让富二代顿时感到扎心 他刚想回办公室 就看到世音在给竹马智商 他知道没资格再驱动摇世音了 只好默默退出 竟然无法挽回跟世音的感情 那他跟谁结婚都无所谓 更何况他也知道 伊林是他爱自己才会偷戒指 他选择原谅伊林的欺骗 还表示结婚照常进行 伊林做梦都没想到 居然还是如愿了 大梁的灰姑娘知道自己是财发千金 却还是喜欢每天坐公交车去上班 想不到今天竟然偶遇一位身价千亿的财团会长 刚从美国回来的会长 第一次想尝试坐公交车 这才发现不能刷信用卡支付 他本想给现金 但最少的钞票也是五万 司机都无奈了 就在他要被司机赶下去时 世音即使跑出来帮忙付车费 他做梦都没想到就因为这小小的善举 居然成就嫁入豪文的台端 世音去往电视台上班的路途 会长也紧紧跟在身后 因为这个电视台 正是他为十三多年的亲生儿子收购的公司 看到世音衣服被划破 甚至的会长主动把价值摆完的西装披在他身上 也因此得知了世音的名字 会长昂扬地走进电视台 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就是新上任的会长 他就喜欢隐藏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 去观察所有人 看到海报上正是刚刚遇到的女孩 会长立刻记下他的模样 很期待他在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 同事们都在背后偷偷议论 心上任的神秘会长年轻时的伟大成就 内心想着要怎么攀附关系 毫不知情的世音 踢着大人物的西装进来 全人不知已经被财团会长注意到了 还努力在节目中做着小节目的主持 但他又一次被陷害了 辛苦邀请的嘉宾刚打开 熬制百天的酱料 就发现变味了 嘉宾恼羞成怒拒绝拍摄 世音只觉得莫名其妙 原来又是心机的养女逸琳在被地里陷害的 只因为昨天他兴高采烈的准备和富二代式穿婚纱 男人忙于工作就忘了这一茬 极度心强的逸琳因此迁怒给世音 所以才在节目前 故意把节目食材从冰箱拿出来导致变味 世音因为管理食材不当被上司则骂 此时杨奶奶还闯祸了 奶奶被忽悠拿来着孙女和局长的合照去诈骗 直接被警察逮捕拘留 八卦新闻传遍了公司 这显然是给电视台抹黑 局长才刚复职就传出这种事 莫名其妙的他当然否认 但上急发时一定要揪出到用照骗者 还要起诉毁坏公司名声 世音去到警察局才知道奶奶被骗 世音为了奶奶只能担下责任 得知世音用去诈骗的 局长也被吓到 他只能承认世音就是自己的女儿 但上急可不会就此罢休 立刻就要追究世音的责任 还不允许局长再随便暴露母女关系 让电视台名声受损 世音立刻被同事们嫌弃排斥 他只能主动提交辞职信 并不敢再让圣母为难 可局长并不想就这样让女儿离开 还不死心地追着他想办法解决 就在这时 世音又再一次遇到了新上任的财阀会长 会长看到世音笑得很慈祥 得知她是局长的女儿 忍不住感慨母女俩真的很像 俩人曾经都是在电视台工作的同事 得知她就是收购电视台的新会长 局长都震惊了 俩人只是短暂打了招呼 可就在会长转身时 居然和亲生儿子猜见而过了 竹马过来是来帮世音解释诈骗真相的 这全都是奶奶被骗才导致 竹马发誓一定会帮世音解决困难 但就在她准备回家时 居然看到新上任的会长在自己家门口等着 原来竹马就是财阀会长 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 伊林要是知道错过这么有钱的爱慕者 估计要疯了 看到亲生父亲找来 竹马这么多年的委屈立刻涌上心头 原来当年母亲因为会长整天沉迷工作 离婚后偷偷抚养孩子 但却因病去世了 会长前不久才知道有亲生儿子 这次收购电视台 也全都是为了弥补当年的愧疚的 父子俩的相认肯定不会那么容易 会长喝醉后嘴里一直喃喃着对不起 竹马无法坐视不管 他还是把父亲带回家了 一大早就继续帮世音解决诈骗的事情 这一次他不想在感情面前退窃 也不想再因为贫穷感到自卑 打算搞定这件事后就勇敢告白 而另一边的世音 辞职后主动跑来依林亲妈这里帮忙工作 没想到有意外发现 是因意外发现禁报新闻俗材 为了能揭发真相 他立刻跑进冰车库拍下证据 偷听到有人说话 他只能藏进后面 没想到却直接被关着了 他继续拍下俗材 但冰库越来越冷 世音再也控制不住寒冷 车子也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甚至手机还没信号了 这个女记者为了取材 独自跑到冷冻车库 没想到竟然就被意外关起来了 女孩被动到浑身僵硬 幸亏手机还有一丝信号 他只能借着最后一丝力气 给暗恋男生打电话 然后就直接昏迷过去了 竹马赶忙根据大概地址跑过去 果真看到一辆冰车库 再等红绿灯的缝隙 立刻跑出去把世音带出来 竹马吓到惊慌失措 赶紧包着他取拿 但这一幕却被司机看到了 眼见一次冲好的生产链包路 司机立刻关上车门逃跑 俩人作为电视台的新闻组 立刻跟上去一定要揭发真相 可只是这点时间 工厂员工就已经跑路了 但幸好是英已经拍到一些证据 他只能把这证据交给竹马去公布 毕竟自己已经辞职了 没办法再揭发真相 就在竹马送世音回去时 这一幕正好让裁罚会长看到 看着儿子和不久前 帮忙复工交车费的女孩认识 会长很是好奇 难道俩人在交往吗 他立刻就想了解未来儿媳妇的人体 主动提出要吃饭 世音很热情地要请客 可他并不知道眼前的大叔是签议裁罚会长 居然直接带他来苍蝇面馆吃饭 一位和老板娘认识 世音还会主动收拾上一位客人留下的碗筷 看到世音是一个这么善良又热心肠的女孩 会长对他很是满意 因为第一次吃这种廉价的汤饭 会长有点及时为不舒服 还跑到远处吐吐起来 这让世音很是担心 立刻就要给他跳手指 会长打了个宝格 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他越发喜欢眼前这个女孩 立刻就回到公司 得知世音是因为奶奶被诈骗才导致辞职 会长打算偷偷帮忙解决诈骗案 到时候要让世音名正言顺地重回电视台上班 但就在会长要出去时 居然撞到了儿子的初恋意里 伊林丝毫不知道眼前的大叔 就是曾经瞧不起的贫穷竹马的亲生父亲 还是电视台刚上任的新会长 他就这样错过了成为千亿富豪儿媳的机会 得知世音今天会回家吃饭 新机的养女伊林还故意把未婚夫带回来 特地想讯要抢走她男友的画面 世音不想搭理就回房间了 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回来 看到屋子被伊林搞得这么乱七八糟 世音越发无语 伊林还故意进来嘲讽她没资格回来 这本就是自己和养母的家 世音气到直接回养父家了 比起跟新机的养女每天待在一起 她还是更喜欢养父家热热闹闹的氛围 但即使和伊林保持着距离 她还是能被陷害到 新机的伊林得知主马更是 因采访到劲爆的新闻 她立刻要抢功劳夺走 会长在远处偷听到对话 还很开心是 因有一个这么好的姐妹帮忙 但是夫子俩都没想到 伊林直接把功劳全部夺走了 还和局长杨武说是 自己亲自前副采访得到的新闻 同事们都在一论佩服她的勇气 主马慢了半拍才知道被骗了 可她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打不通 新机的伊林已经坐在演播时 等待新闻开播 会长得知后也很是无语 跑到局长的办公室 立刻就要暂停播出新闻 可新闻已经开始了 此时的伊林在新闻中 全部把功劳抢走 看到主马跑过来 她也无动于衷 甚至说自己亲自跑到 冷冻车库拍下的证据 还动伤了身体 这样在家看新闻的事情都懵了 会长气到都不想说话 看到局长还不知道杨女这么话 会长也懒得解释 主马即使再生气 也不敢搞砸新闻直播 她只能在节目后 谴责伊林的所作所为 但伊林却还是那么嚣张 居然口口声声说都是为了失音 谁说什么呢 这么多年轻人 稍后再生气和辞职 就会说不定 你那些人有什么事 但我会随时认识 我会随时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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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会随时认识 拜托你不认识 不认识 这些人都在 这些人为了一件事 真的 这些人为了一件事 不是 我会随时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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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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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姑娘喜欢上了朝夕相处的贫穷男 却不知对方竟然是身价千亿的隐藏富二代 俩人抱在一起的画面正巧背才发会长看到 得知儿子有喜欢的人却不敢告白 作为父亲决定助攻帮儿子追对象 他立刻就走后门让世音父子重新回到电视台上班 世音接到电话瞬间高兴极了 抱着竹马兴奋不已 俩人暧昧的气氛越发加深 还手牵手一起去约会庆祝 看到世音兴高采烈的来上班 会长默默在背后当护花使者 他太满意这个善良又漂亮的儿媳妇了 同事们都疑问纷纷 很惊讶神秘的会长到底是何人 居然还动用了法务不帮世音解决诈骗案 世音觉得很是奇怪 但因为一直见不到会长本人 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对方 看到工作人员弄掉东西 世音还会主动帮忙 会长全都看在眼里 他迫不及待让儿子跟这个善良的女孩结婚了 会长直接把儿子叫过来 他说够这个电视台本来就是为了弥补儿子 直接要跃及让儿子完成他策划的项目 还指明让儿子跟世音一起合作 内心想着让俩人增进感情 顺便磨练下能力好以后继承公司 竹马犹豫片刻拒绝了 他只想靠自己的实力打拼 得知世音刚复职就要担下新节目重任 伊林太嫉妒了 认为他就是走了狗屎运 就在伊林还在想方法要怎么折磨世音时 没想到自己的苦难来临 伊林上次抢走世音曲财新闻功劳的时意外被发现 同时接到工厂的电话要找世音接受采访 这才知道伊林抢功劳了 公司立刻传得沸沸扬扬 就连局长和上警都知道 伊林做坏事再次暴露 局长杨母对他失望透顶了 但伊林当然还会继续狡辩 居然说是世音求自己这样说的 只是为了揭发真相而已 如果不相信的话就去问世音好了 伊林说的一脸委屈 这让杨母和富二代都有些动摇了 但伊林说的当然是谎话 他立刻跑过来求世音帮忙撒谎解释 不然自己在公司的名声就败坏了 世音没有答应直接离开了 只希望同事们不要再议论此事就好 伊林气道不行 他才不允许因此导致名声受损 为了翻身 又把苗头转向竹马 因为竹马那个新项目需要主持人 伊林不顾一切地拦着他的车 求竹马别跟世音合作 和自己一起做就好 竹马都对他无语至极 伊林在竹马心中的地位已经被自己磨灭了 可他当然顾不上其他 为了恢复名声能做尽坏事 他偷偷跑到竹马的办公室 直接偷走项目 认为既然他不想做 那自己找别的同事也可以 但这次做坏事被会长抓了个先行 会长在背后偷偷听到一切对话 伊林丝毫不知道大叔就是新上任的会长 直接拿走项目跑了 他彻底惹怒了大人物 会长再也忍无可忍 他绝对不能让伊林一直在背后伤害儿子和未来儿媳 直接在局长面前对儿子下令 这个宗家料理向务必须又是鹰鹤竹马借下 竹马不好在局长面前反驳 只好答应了 会长甚至还让局长下令 让伊林停止回家待着 因为他的名声太臭气熏天 局长杨武也不想骗他 让杨女暂停目前所有节目的主持 就当作为结婚准备也好 伊林气到哭 无法接受即将被炒鱿鱼 他不死心的还想找杨武求帮助 这次竟然意外撞见那个瞧不起的大叔 听到杨武尊称对方会长 伊林瞬间感到晴天霹雳 他万万没想到想盼复上的会长居然就在眼前 更加难以置信错过了多次讨好的机会 伊林后悔莫及 为了能翻身 他决定从会长这里下手 各种偷偷跟在身后想找机会套进呼 得知会长想买失传已久的唱片 他立刻抓住机会 各种跑遍所有商场 想不到还真让他买到了 他立刻拿着唱片想制造偶遇 可又被助理打破了 得知会长要去世英主持的节目巡视 他立刻跑过去抢先拦截 直接跟员工们说是英没空让自己不畏 看到会长 虚伪的伊林立刻假惺惺的状无作样 还赶紧拉走是英想的倒置宝贵的机会 把计则看计则是英国人传绝 我今天霸出了 你不许是英国人的 我刚饒了 在这一年何牵制 太假 那他们都在出来 看《有试歌的连贬喻》 你会准够站在这边 我骗了 我骗了 你这个决定 你会做个小伙子 拜託 努力 是… 是誰跟男朋友一起去? 是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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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 三番五次看不起的 陌生大叔 竟然是身家缺义的 裁判會長 他瞬間後悔莫及 為了生殖家心 立刻就假裝不知情想 重新討好生意會長 昨天 我和你見過 那天 那天我無礙 有男朋友 見過嗎? 我再一次罵 BCK表演員 是以衛琳 是男朋友 104毫不搭理 是音說話 眼神直勾勾地盯著會長 他正滿眼虛偽的模樣 會長並不想搭理 伊林立刻繼續套進呼 他拿出失傳已久的唱片播放 謊稱這是自己最喜歡的歌 果然會長終於露出一些微笑了 很驚訝年輕人居然喜歡聽這種歌 伊林眼見計畫得逞 直接想送給他 會長卻立刻冷下臉 這討好的模樣他太感到不适了 畢竟會長 可是見過對方三番五次沒禮貌的樣子 伊林氣道不行 還忍不住嘲諷 是音居然不知道大叔就是新上任的會長 卻不知是音已經被會長列入未來而席的人選了 會長也沒打算一直掩飾身份 他已經感覺到有員工發現了 直接就公布自己是新上任的會長 而且這段時間在背後觀察了所有員工的能力 還對每個同事的職位名字了如指掌 伊林氣道不行 不甘心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就這樣措施了 是音正巧和竹馬有前夫拍攝工作 所以還不知道會長的身份 倆人再次調查以次充好的食品生產鏈 可是音卻被流氓抓住了 他直接被推到圍欄邊 逼遮交出手中的攝像機 幸好竹馬來得及時 不過一切的保護他 是音都心疼死了 趕緊帶他回去治療 是音當然能感覺到竹馬對自己的感情 可因為對方沒說出口 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懦弱的竹馬再也壓抑不住情感 他直接告白了 兩個善良的人終於在一起 而傻傻的心機一靈 承認不知曾經暗戀自己的竹馬是會長的親生兒子 還在想方設法得到會長的注意 他準備了一晚上的企劃想親自交給會長 但心機太明顯了 會長連看都不看一眼 看到同事們在起哄竹馬和詩音在一起 伊林滿臉的嫌棄 他才不希望這種貧窮的竹馬 這才想起自己和富二代的婚事 各種要買最大的寶石戒指 可富二代的家最近出了點問題 父親的電影公司就快要倒閉了 所以想在結婚這裡減少點胎支 伊林立刻生氣地摘下戒指 很不爽好不容易走到訂婚之步 富二代的家最近出了點問題 父親的電影公司就快要倒閉了 所以想在結婚這裡減少點胎支 伊林立刻生氣地摘下戒指 很不爽好不容易走到訂婚之步 富二代居然要變窮了 他越發感到嫌棄 畢竟之前是想跟詩音爭高下才搶走他男友 現在只覺得很不值 就連工作也被發配到去打砸的程度 伊林瞬間一落千丈 要不是因為今天是新會長的特別節目 他才不肯做呢 但沒想到就在這時 詩音居然帶著會長偷偷進來 詩音還不知道大叔的身份 是想帶他參觀工作間才過來 會長笑道不行 他也不想再隱瞞自己的身份 正打算說出來是 詩音正好要出去買咖啡 伊林全程在遠處偷聽到了 他瞬間氣道不行 認為詩音早就知道會長的身份 卻故意在裝傻充楞而已 他越想越生氣 直接拿退車來發洩 伊林這一腳居然直接把會長砸晕了 看到昏迷不醒的會長 他瞬間嚇到不行 第一時間不是報警 居然還各種哭喊著自己不是故意的 聽到詩音買他飛回來 他立刻躲回角落 詩音趕緊要把會長拖出來 但又出現倒塌情況 他只能用身體幫會長擋住災難 接連不斷地倒塌 詩音也被砸到神志不清 伊林卻還是躲在角落不敢出來 詩音好不容易把會長拖出來 他立刻跑出去叫救兵 伊林這才緩緩起身 他想確認會長是否沒了呼吸 但就在這時 其他同事聽到詩音趕來了 伊林明明是罪魁禍首 居然還頂替了詩音的救命之恩 看到他額頭上的傷口 同時深信不疑 伊林各種虛偽地跟到醫院 呼喊著自己把會長救出來的畫面 詩音把人叫過來時 會長已經被送到醫院了 同時把伊林救命之恩付述一遍 大家都在疑問會長 為什麼會突然提前來到演播室 畢竟設備還沒搭建好 詩音嚇到腿軟 他這才知道認識的大叔 居然就是新上任的會長 更加愧疚都怪自己把會長帶過來 才導致出事 他顫抖地過來醫院 就聽到伊林把自己救人的功勞搶走了 他剛想說出自己是帶會長進去的罪魁禍首 又被伊林直接阻攔拖走 真實在說話 我現在不是說話 怎樣運動你 Gulf護動會長是說話 下來你去醫院去那邊 你怎麼想要去廚業 那麼誰會忠諾 誰會忠諾ink 只在他胸胸堵著著 所以你又來忠諾了嗎 對你有否忠諾了嗎 疲諾了嗎 我真的把廚師救了嗎 我發現我了解了 我被救了你去醫院 我救了你 你聽的官方哥為了你 別那麼做你 acad now 以後你同時到達到老實講 那裡你提前的教導會長 我只想想想想想 exciting 女人意外把身价千亿的财阀会长砸晕 却谎称自己是救命恩怨 她24小时守在身边 哭得稀里哗啦想讨好对方身指甲心 会长如愿醒过来了 因为脑部受伤无法开口说话 还失去是故事的记忆 这正好让一灵计划更加顺利了 不管是去做检查还是治疗 她都贴心地握着手表示会待在身边 甚至还亲自擦身体 会长满脸的拒绝 却因为无法说话只能顺从 看到是阴过来 她的笑容才恢复 世音满脸的愧疚 很自责自己把大叔带去演播室才导致受伤 会长无法说话 她只能在世音手上写着没关系三个字 她当然不想让善良的世音这么愧疚 看到世音又过来 伊林立刻保持警惕 丝毫不想给她一丝靠近会长的机会 可是英总觉得这个事故有问题 她想调查一下事情的缘由 虽然只有楼道的监控 也还是想看一看 没想到居然还真的有意外发现 自己带着会长进去之前 伊林就已经进去了 难道她一直偷听俩人的对话 就连出事故也躲在角落没有出现吗 世音立刻打电话质问这一切 这瞬间让伊林慌了 赶紧跑回公司还想解释狡辩 她立刻拦住要揭发真相的世音 谎称只是不想打破两人的谈话 才躲起来而已 甚至把责任怪在世音身上 但当然得不到正确答复 伊林还以为消除一心了 甚至嚣张的命令大嫂给自己做鲍鱼粥 又拿到会长的办公室虚伪地说清自作的 眼看会长不肯吃 他又假惺惺地捂着额头的伤口 表示当时为了就会长受伤的事 会长很无奈 只好询问他想要什么奖励 会长犹豫片刻还是答应了 毕竟认为伊林始终是救命恩人 可这个宗家料理节目是会长想交给儿子跟诗英的项目 现在只好让两边相互竞争 谁做的料理得到最多票 就交给谁长期做下去 伊林立刻抓住机会 拉着富二代跟自己一起做 诗英和竹马也在努力 想拿到做料理关键的酱油 这又让伊林听到了 居然趁诗英拿着老酱油时故意撞倒他 伊林的演技又成功了 诗英只把这当成意外 只好再去找宗父下归道歉 希望再次得到酱油 但对方根本不肯给 伊林计划得逞 立刻就跑去零食学习料理 因为他的名声太臭 根本没人愿意交 只能找大嫂帮忙 显然经常做饭的诗英略胜一筹 他的刀工还算过得去 可伊林就不一样了 他连面条都切不细 看到诗英的刀工比自己好 他又不甘心了 刚想在食材里面动手脚 就被工作人员看到 禁止他随便出入 伊林很不甘心 居然故意拿来一桶滚烫的汤水 虚伪的让诗英帮忙 伊林成功得逞了 诗英的手瞬间淤青 可为了不影响拍摄 也只好隐瞒下来 比赛很快开始 可是英的手跃发疼痛 就连普通的切菜都成问题 只好让竹马帮忙代替了 伊林在旁边观望着 对此感到十分满意 最终是英因为刀工和酱油问题 食品略显普通 伊林成功取得胜利 如愿得到宗家料理节目的长期主持 可就在他感到十分满意时 却被富二代发现了异常 他在收拾弄倒的汤底时 发现就是普通的白开水 在看到是英受伤的手 富二代彻底明白 这又是伊林的阴谋诡计了 沘英一种学习的汤底部 女人明天就要当最豪华的新娘子嫁入好门 未婚夫却在结婚前天提出毁婚 她无法做到和满口谎言的女人共度一生 更加认为俩人之间没有信任 伊林瞬间感到晴天霹雳 她死都不愿意让外人看笑话 立刻追上去吻了她 可富二代却还是无动于衷 还表示自己会去说服长辈们的谅解 伊林吓到哭 为了不被笑话 立刻就跑到准婆婆的家 明知道富二代是因为她撒谎才分手 却各种哭诉未婚夫便信了非要回婚 公共婆婆立刻恼羞承诺 发誓一定会让婚礼如愿举行 伊林的计划得逞 面对一群人的阻止 富二代还是毅然决然要取消婚礼 她给伊林留了脸面没有戳穿她做的坏事 只说俩人没有信任而已 杨母恼羞承诺也不想嫁女儿了 伊林哭得稀里哗啦 不愿意就这样搞砸辛辛苦苦抢到手的婚事 当她看到富二代跟石英在靠近时 瞬间把这一切都怪罪在石英的头上 立刻就认定是她说了什么才导致被退婚 伊林不过一切地扯着她的头发怒吼发泄 觉得就是石英出现抢走了自己所有得到的东西 幸亏是竹马出现才阻拦了她 伊林这次发疯让公司所有人都知道被毁婚了 同事们疑问纷纷 都在认为石英搞砸了伊林的婚礼 各种在背后嚼舌根 竹马人无可忍了 直接在他们面前说 石英是要跟自己结婚的人 不要再误会了 这瞬间让同事们震惊 石英也惊呆了 得知两姐妹在公司闹得沸沸扬扬 局长更加生气 立刻让俩人直接离开电视台 伊林吓到赶紧道歉 石英也只能被迫说对不起 她正想追上去要讨说法 就看到伊林躲在角落偷偷哭泣 各种哭诉未婚夫和养母都要抛弃自己 很懊悔自己撒谎搞砸了一切 石英对她又恨又心疼 没有继续追究被揪头发的事 毕竟伊林现在已经很头疼了 可伊林哭完很快就振作了 今天是俩人结婚的日子 她直接穿上婚纱奔向礼堂 给富二代打电话发誓会等到她出现 伊林独自在婚礼殿堂 内心坚定她一定会来 可无论打了多少遍电话 男人都没有接听 伊林内心彻底凉透了 各种嚎啕大哭 就连画好的精致妆容都哭花了 男人这才赶来 伊林瞬间喜极而起 认为自己的辛苦果然没有白费 伊林痛苦到差点晕爵 她被颇大回去 因为不甘心还在车子里 发疯各种扭动转向盘 俩人差点出车祸 富二代只好把她带到海边 放松一下心情 不停地道歉说对不起 伊林却还没有死心 她直接扔掉爷爷的传家保育戒指 然后立刻冲向海边 与其被笑话 她还不如死了算了 富二代紧紧保护着这才没有让她受伤 又把她带到宾馆休息 因为不放心 甚至一直在守护着 看着男人既心软又果断的模样 伊林知道没戏了 她彻底死了这条心 立刻恢复往日的精神重回电视台上班了 既然抓不住男人 那肯定要保住事业才行 同事们都佩服她的厚脸皮 伊林之前好不容易 从事英手李强盗的宗家料理节目 就算是跟富二代一起合作 她也无所谓 认为公司分明就好 男人看着她都觉得回身不适 还想着要拒绝这个项目 富二代说不通她 只能被迫接下工作 好不容易到节目首播的日子 迫切想升职的伊林越发心急 为了能做出完美的节目 她偷偷去定制昂贵的美食 想顶替嘉宾的料理 可正当她想藏起来准备到时候拿出场时 却没想到被工作人员以为没人关在里面了 这瞬间让伊林慌张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 她立刻给所有人打电话 可大家都因为手机不在身上没注意 只有是音阶听了 立刻跑到工作室想把她带出来 但铁门警所没要是根本打不开 在里面的伊林都要疯了 各种怒吼是音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开门 是音什么方法都是了 可根本不行 她立刻跑过去求助工作人员 但此时的节目已经开始了 为了不出事故其他主持人只能顶替 伊林在房间已经疯了 她直接砸烂偷偷买的美食 可就在她死心时 是音正好把门打开 伊林情绪崩溃已经到了边缘 她还是不死心的跑过去想主持节目 但面临她的只有上节目的责骂 大家都在追问她到底干了什么被关起来 为了不让名声更加悲惨 伊林居然把过错都怪在是音身上 男人为了保护 一直在公司备受欺负的女友 竟然姚舍一变成为了千亿财罚的继承人 她直接空降成为新社长 毕竟整个电视台都是会长父亲买下来想送给她的礼物 竹马从贫穷男逆袭成高富帅出现在女友的面前 看着她穿得这么隆重 世音都懵了 竹马直接把女友拉到办公室 说出自己和千亿财罚会长是父子的关系 但需要在公司隐瞒所以才没有说出口 世音很高兴她找到了家人 得知未来公共居然是最喜欢的大叔 更加感到开心了 看到竹马穿得这么正式 伊林确实满脸的嫌弃 还唾弃她没钱装什么裤 伊林满脸的瞧不起 这让竹马都无语道懒的解释 她直接在公司公布自己是新上任的社长身份 同事们都瞪大了双眼惊呆 只有傻傻的心机已灵 因为不在场错过了这一幕 还在想方设法要讨好新社长 她慢了半拍才从同事口中得知此事 瞬间后悔早上那么羞辱竹马 立刻就想着要去假惺惺的道歉 想得道原谅 可就在她想去找竹马时 居然再次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 会长正在局长面前 想让是应嫁给竹马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伊林再次瞪大双眼 做梦都没想到竹马竟然就是 缺义裁发会长的儿子 俩人还准备要结婚了 她彻底下到腿软 那么瞧不起的贫穷竹马竟然那么有钱 不甘心的伊林又跑过来羞辱世音 认为她就是知道竹马是隐藏 富豪才故意讨好会长 是应嫁的搭理她 看到伊林又在欺负女友 竹马直接保护在身边 威胁如果再动世音 自己就会立刻把她炒鱿鱼 而且就算俩人结婚也不会邀请她过去 伊林气到不惜 不甘心的她又跑回家和养母先告状 认为不应该让竹马跟世音结婚 还说竹马为了自己才进电视台 没多久就喜欢上世音 那肯定以后也会变新的 这种男人要不得 你个 걱정하는 일 없을 거야 세영啊 미안 那你个 걱정이 돼서 엄마도伊林亚하고 같은 생각이야 啊 会장님께서 직접 프로포즈까지 하시니 사실 조금 더 부담스러운 것도 사실이고 저도 당장 결혼하겠다는 건 아니에요 만약에 제가 언젠가 결혼하면 정유 오빠랑 하겠다고 한 거예요 한참 또 모르는 게 앞날이야 그래 세영이 네가 그렇게 대답했다고 하니까 엄마 좀 더 여유 갖고 생각해 볼게 세영이 또知道伊林在挑拨 才难得回家睡 眼见无法篡动养母的心 伊林又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嘲讽 觉得 세영이就是在抢自己的男人 曾经富二代跟竹马都是她의爱慕者 都是因为 세영이出现 自己才失去了一切 세영이对她도无语极了 并不想搭理她 第二天会长还亲自 开来一辆价值千万的小轿车 表示这是送给 세영이的礼物 毕竟要成为儿媳婦了 세영이受宠若惊还想拒绝 但会长已经把她当成半个女儿 不只是车子 看到什么都想要送给她 要不是世音 夫子俩的相认也没有那么快变好 因为世音之前经常会带着竹马和会长吃喝玩乐 才增进了父子的感情 会长简直不要太满意而喜富 竹马兴上任后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他想要再次隆重的向世音求婚一次 还希望父亲能过来亲自见证 会长太开心了 就连局长都邀请了过去 得知竹马真的要跟世音求婚 伊林慌了 各种拦着她 认为竹马喜欢自己怎么可以变心喜欢别人 还谎称经过和富二代的退婚后 她才明白自己喜欢的人是竹马 伊林满脸撒谎的模样 竹马对她太失望了 真的很后悔喜欢过这么坏的女人 世音的大姐忽悠竹马出事 立刻叫世音过去看望 但其实是竹马精心准备的求婚现场 好不知情的是英赶忙跑过去 可没想到伊林也跟了过来 她并不知道大家藏在背后 还以为只有竹马而已 居然直接拦着世音不准进去 新极养女为了祖兰真千金被求婚 当众羞辱她未婚夫和自己曾经干的坏事 却没想到这一切被公司所有人都听到了 面对局长杨母满脸失望的眼神 伊林彻底白口莫辩 她只好全部承认了所干的坏事 也坦白就是因为讨厌真千金才这样 杨母立刻就要把洋女炒鱿鱼赶出去 可是英雀还在替伊林说话 伊林没想到是到如今 世音居然是唯一站在自己身边的人 可更多的是羞耻 她不想得到同情 也很讨厌满口谎言的自己 直接扯着世音的手狠狠地打自己的头 她就想被骂 这样心里还能少点愧疚 可是英却直接抱着她 还依然无条件站在她身边 伊林彻底崩溃了 不明白世音为什么到现在还保护自己 可是英更加感到痛苦 因为即将要求婚的男友 居然还来下跪求饶 竹马痛苦曾经对女友的伤害 所以羞愧到想分手 世音气到不行 认为做错事的人不应该逃避现实 他没有接受分手直接离开了 竹马还跑来向局长下跪想道歉 但局长并不接受 还发誓死都不会让女儿再次跟他见面 世音立刻过来阻拦 世音并没有责怪男友 而是希望她一辈子守在身边赎罪就好 俩人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分手 伊林已经做好要离职的打算了 可是英却还没有放弃 依然抱着她表示能理解她的谎言 就连富二代也没有因此责怪她 还发誓伊林要是能重新开始 自己会永远守护着 面对这么多人的理解和保护 伊林难得有了赎罪的勇气 她默默给杨武帝交了辞职信 一句狡辩的话也不再说 她直接离开了 不只是公司 就连生活了20年的家 她也没勇气继续停留 伊林默默和熟睡的杨武道别 局长一直忍着眼泪没有出去阻拦 就这样任由杨女走了 她实在没办法原谅伊林洒下的一大堆谎言 可看着她留下的离开道别信 却还是有完分的不舍 杨母还是跑出去挽留了 可伊林这次不是作秀 她连头都没有毁 直接果断的驾车而逃了 这样的生活她也已经厌倦 只留下杨母崩溃的在地上痛哭 局长突然也好懊悔 要不是自己曾经没有给过杨女真心关怀和正确的教育 也不至于让她变得没有安全感又扭曲 看着亲女儿是阴 杨母现在满脑子都是伊林 原来在她心中 杨女的地位早就超过亲女儿了 是因为了撑起这个家 她把杨母的花园封不动地转达给伊林 还希望她能明白母亲的心 伊林忍不住想哭 可她并没有回头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三个月 伊林一直独自外生活着 稳定后第一个给世英寄名信片 真诚的道歉曾经对她的伤害 还希望竹马和世英能顺顺利利的结婚 不能因为自己的破坏而分手 世英一直在等着伊林回来 和男友的感情还是一如既往的和谐 偶尔还会把会长拉过来一起约会 顺便增进父子俩的感情 有这么好的儿媳妇 会长此生没有遗憾了 可病毒却袭击了身体 她突然感到身体十分不适 直接运睡了过去 世英和竹马还以为她睡着了 可怎么叫都没有反应 会长不敢暴露身体的异样 只晃撑睡着了而已 可她刚刚的确晕过去了 她不敢告诉儿子儿媳 其实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看儿子结婚幸福的模样 所以才那么着急张了会事 竹马当然想结婚 可是英却希望等到伊林回来后再见 时隔三个月后的伊林 第一次给养母寄名信片 里面是满满愧疚的道歉 但她并不敢期望得到原谅 因为有孤儿院的印章 养母直接跑过来了 原来伊林这三个月 一直是在孤儿院做一公照顾小孩 因为担心捐赠品淋湿 还不顾一切的想保护 看到心心念念的养女 养母控制不住的想哭 立刻就要让她跟自己回家 可伊林却没勇气面对养母 伊林阿 你真是因为妈妈忍头 那么安分 妈借用车贮了 inte 她不是 妈妈的顾胜 GE 这个女生 是的 我刚刚当然 我的年轻败 だから我可以忘了 所以你 伊林阿 你为什么要把这首诚 我不能做了 我 failed 伊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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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亿财阀会长的癌症命不久矣 他偷偷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儿子和未来儿媳 每天都在吃强力止痛药续命 可这次却被未来儿媳看到了 世音对会长最近的一样感到很心慌 他偷偷拿走了一粒药物 立刻就拿取药垫 这才发现是儿症晚期的患者吃的强力症痛药 基本上没几个月能活了 世音被吓到说不出话 他立刻就要告诉男友这一切 但会长却抢先一步阻拦了 他已经发现世音知道秘密 为了不让儿子知道 甚至连医院都不肯住 看着一直哭泣的世音 会长很是心疼 世音无法拒绝会长的要求 他只好暂时向男友隐瞒下来了 为了抓紧制造美好回忆 世音立刻拉着三人一起吃喝玩乐 可病情一直在加重 就在会长跟儿子泡温泉时 又再一次晕倒了 他立刻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 竹马这才医生口中得知 父亲的心脏里有恶性肿瘤 就算手术治疗也估计难以恢复 竹马和世音彻底崩溃了 各种求着会长赶紧住院治疗 眼看无法再隐瞒下去 会长只好说看到俩人结完婚就会接受治疗 竹马和世音立刻就来订婚纱要结婚 看着儿媳妇穿得这么漂亮 会长很满足 为了让儿子儿媳安心 会长提前来世音挑选能做手术的医院住下 但没想到在这里 世音居然遇到了做护工的易琳 原来之前在孤儿院做义工的易琳 因为被养母发现藏身处 她又搬家跑来医院做护工了 在这里照顾患者 每天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也算是为曾经犯下的错依然在赎罪 但是音都看到她了 当然要让伊琳跟自己回家 伊琳说着最狠的话 把事情赶走 可却也忍不住偷偷哭泣 很讨厌自己怎么就不能说出一点好话 她当然知错了 但就是拉不下连面 因为被分配到照顾患者 没想到居然让伊琳和会长相遇了 俩人都很惊讶 因为是工作 伊琳也不好意思拒绝 她像往常一样照顾着会长 但这一次眼里没有了虚伪和讨好 还道歉曾经意外伤害会长的事 会长很惊讶她的变化 忍不住好奇她跟儿子曾经在孤儿院的回忆 面对会长 伊琳才难得说心理话 其实曾经的她当然也喜欢过竹马 要不是因为被利益迅昏了头脑 可能她就是千亿才罚会长的儿媳妇了 伊琳已经彻底反省 她还会偷偷置毛衣想送给杨母 就在这时杨母居然找上门 局长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这里 伊琳忍住眼泪还是把杨母赶走了 她依然很愧疚 认为没资格重获幸福 杨母实在没办法 只好让富二代来全说 男人经过了这么多事 当然明白伊琳对自己的感情 内心也早就没把她当妹妹了 富二代很想复合 伊琳却并不相信 她直接离开了 在医院每天看着会长生命出现危机 世音偷偷哭泣的样子 她又何尝不心疼 幸亏迎来了好运 会长等到心脏捐赠着 如果手术成功就能重复新生 世音瞬间喜极而起 认为手术一定会顺利 可是并没有得到上帝的眷顾 手术居然中断了 会长在手术中身体突然出现恶化 无法进行移植 只好把心脏让给急需做手术的另一位患者 世音瞬间被吓到腿软 伊琳默默坐在旁边安慰着 此刻的她做了一个慎重的决定 她去登记了器官捐赠 内心想着自己这样的人应该活不了多久 如果可以赎罪的话 那就死后把器官捐给需要活下去的人 一位扶着世音回家休息 伊琳这才难得回家一趟 可她刚想离开 就被大哥大嫂阻拦着 大哥大嫂的拥抱安慰了伊琳 但她还是果断地想离开 大晚上就偷偷想走 可养母早就在门口守着了 她当然不会让好不容易找回的养女 就这样离开 这个恶毒的养女 好不容易迷途知返想当回好人 却没想到竟然直接被大卡车撞飞了 她好不容易解回一条命 竟然又被另外一辆车当手撞死 原来就在昨天 伊琳只是想回家看养母一眼就在自离开 可被一家人都阻拦着 她彻底动摇了 还是选择留在这个幸福美满的家继续赎罪 也重新回到电视台上班了 虽然只是普通的一工打杂工作 虽然依然被其他同事嚼舌跟说坏话 伊琳也忍辱负重 毕竟她知道这是自己该受的惩罚 幸好是因和竹马无条件的原谅 才让伊琳在公司并没有很煎熬 富二代还着急买来一枚戒指 她还是不死心的希望俩人能重新开始 她真的渐渐爱上伊琳了 只希望能重新接受自己 伊琳默默落泪 原来感情这种事真的不需要做尽坏事去争取 她会主动过来的 最近母女三人经常睡在一起 再也没有了勾心斗角 两姐妹还会偶尔打打闹闹 养母太幸福了 能拥有两个这么漂亮的女儿 她此生都无憾了 明天是世音和竹马的婚礼 伊琳一晚上都睡不着 她很后悔醒目的太晚 两姐妹都没有特别亲近就要分别了 伊琳抱着世音偷偷哭气 她真的好懊悔醒目的太晚 特地亲自给世音化妆打扮 认知夸奖她是世上最漂亮的新娘子 她主动拍下俩人的合照 还想着以后能做最后的留念 可就在准备出发去礼堂时 珍珠项链居然断了 这不好的预感让俩人都感到很慌张 伊琳赶紧捡起来重新串好 毕竟这个仓促的婚礼 是为了命不久矣的会长提前举办的 就是害怕会长撑不到那个时候 会长表面强装镇定 可当儿子离开后 病情却再次复发 她颤抖地拿起药物 可还没来得及吃就直接倒下了 竹马赶紧把父亲送到医院 这场婚礼显然是无法正常举行 可伊琳和诗英还没来得及 收到婚礼延迟的电话 俩人突然就被对面重来的大卡车 直接撞晕 诗英额头立刻流血 清醒后的伊琳赶紧下车 把她带出来 还怕因此耽误了婚礼 可就在伊琳回车里 拿手捧画像跑过来时 伊琳当场被撞飞 两次车祸让她根本承受不住 脑部疯狂地流血 而另一边的会长 也被推到紧急抢救室 会长嘴里还在念叨着 想看儿子的婚礼 可她也知道自己是撑不过今天了 是因只是轻微脑震荡 她坐在椅子上久久 不能平息心情 要不是伊琳为了帮自己 拿手捧花 也不会再次出车祸 局长母亲和养父 这才从婚礼殿堂赶来 得知养女失去意识还在抢救 养母差点被吓晕 可医生的话更加是晴天霹雳 伊琳已经脑死亡了 无法再继续治疗 现在是带着呼吸器才能活着 虽然可以持续支撑下去 但医生还是希望让家人 做最后的道别 养母立刻生气 发誓要找别的医院救女儿 她怎么甘心 让好不容易找回的养女 就这样离自己而去 各种在病床前 呼唤着伊琳快点醒过来 认为女儿只是太累睡着了而已 大哥忍住眼泪 拿着卡片进来 原来伊琳在不久前 已经登记了捐赠器官 表示死后 要把所有器官券出去 大哥想遵从妹妹的医院 可爱了 出年加入了 本 ringing 本 tid 黄 SP 没 很 太 但好像丢歷道要被做到似乎 丢歷道一位 丢歷道 ô 丢歷道 I持在你好 可怜的养女刚想当好人 就出车祸当场被撞飞 她直接挠死亡了 甚至早已做好了器官捐赠登记 想死后把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 可是养母却死都不肯答应 她不仅认为养女还没死 更加知道养女很怕疼 怎么甘愿让医生随便在最宝贝的女儿的身上动刀子 就连富二代都不愿意接受伊林就这样去世 她已经买好当时伊林非要买的大钻戒 原本还想在求婚室给她惊喜 很懊悔没能早点待在她的手上 富二代不断的告白 没想到恼死亡的伊林居然突然流泪了 她瞬间激动 立刻跑出去叫医生 伊林能哭着不就代表还活着吗 可医生过来却认为只是自然现象而已 也可能是她看错了 富二代不愿意相信 她都亲眼看到了怎么没人相信 富二代太痛苦了 她好不容易才爱上伊林 怎么接受就这样阴阳相隔 而在家的时音却想清楚了 她来劝说生物 希望能遵从伊林的医院捐赠器官 也认为伊林醒不过来了 如果现在快点的话 那还能来得及用心脏挽救命不久矣的会长 生母顿时生气 无法接受亲女儿说出这种话 立刻把视音赶出去 她领养伊林时就已经说过 一辈子都不会抛弃她的 看着还有呼吸的养女 养母始终不愿意接受 回想起曾经的回忆 自己明明答应女儿要去看日出 可却因为睡懒觉拒绝了 伊林特别喜欢看太阳 感觉被晒到就会有活下去的感觉 为了让伊林能有奇迹活过来 养母不顾一切地把病床推出去 想弥补曾经答应给伊林看日出的愿望 养母太懊悔了 痛苦自己这二十年来 没能给过养女真正的关爱 更加认为伊林之所以和视音争宠 就是没有安全感而已 都是自己没有好好教育女儿 可现在已经没失忆完了 此时的视音还收到伊林发来的 早一定是流言 因为原本今天应该是 结婚后度蜜月的日子 原来伊林早就做好再次离开的打算 他这次回来 他这次回来只是想看 视音结婚幸福的模样而已 视音无比的痛苦 养母还在不停地祈祷着奇迹诞生 可他也知道该放弃了 因为会长已经撑不了多久 他慢慢闭上眼睛了 嘴里还在喃喃着很遗憾 没有看到儿子的婚礼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五年 视音在电视台已经成为了 最知名最优秀的主持人 竹马也继承了会长的公司管理整个电视台 能力也是相当可疑 视音和竹马生了一二亿女 还和会长爷爷玩得不亦乐乎 原来养母最终还是遵从了伊林的遗愿 把她的器官都捐赠出去 心脏当然是留给了会长 幸亏手术很顺利 这才延续了会长的生命 伊林去世的当年 大嫂还怀上了孩子 取名为视灵 分别是伊林和视音的名字 小女孩和伊林一样的能力出众 她的出生才慢慢让局长走出失去女儿的痛苦 为了感谢伊林捐赠的心脏 会长特地给局长送来两姐妹的画作 既感谢视音给自己延续了香火 更加感谢伊林给予自己生命 伊林虽然已经去了天堂 但依然活在大家的心中 这不知到这里就大结局了 这样的结局你们满意吗 你们一起吃 我们今天到这里又一起摆 我们要来看看 看看你们了 先看我 谢谢大家